這一年裡面其實歐洲也接受過很多媒體的採訪 尤其是日本那邊 那我觀察到日本的朋友們有一個有趣的特質 就是他們會鍥而不捨的學習 對 專案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看 聽到一個日本的專案作家 就是葉導剛先生 他有說現在目前日本的朋友們看你 就好像日本的江戶時代的人在看明治時代的人一樣 那我覺得他點出這個落差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然後我其實也對他們的學習熱忱覺得非常的欽佩 因為我想到我之前的背景比較是在財經雜誌 財經雜誌裡面其實有一個 過去曾經有一個傳奇 就是日本的製造業為什麼這麼強 是因為有一個人 有個美國人 他大量的提供日本 就是關於製造業 怎麼樣可以把品質做得更好的一個 他的發現 跟他實作的一些想法 那那個人其實是一個美國人叫戴明 叫戴明 然後這個人 但是有趣的是戴明在美國並不紅 就是美國人那時候沒有人 我覺得美國人可能比較著重在創新本身的點子 而不是在就是如何把工產品質做得更好 所以後來日本人其實後來就很平凡的邀請戴明到日本去 或者他甚至在日本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覺得你現在扮演角色 對日本朋友來說其實有點像戴明的角色 甚至我自己的觀察我覺得甚至是比在台灣 就是大家更渴求 就是更渴求於你看到的視角跟世界 然後另外就是在 比如說在學校裡面其實他們也意識到說 原來 就你的成長過程裡面 你自己學習的那個方式 其實說不定就是未來 就是學校教育解套的一個 就是可行的一個做法 所以為什麼上次我跟你講說 曾經有日本 我看到日本讀者在寫說要在學校園裡面利盈的通向 對這個我就覺得很好玩 那但是我想把學習這件事情能夠 就是透過我們這次的訪談 能夠講得更有系統一點 因為在幾次的 外面的岩漿裡面 其實你曾經有提到一些你個人的經驗嘛 其實我記得有一個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說 你說你的學習常常都是因為好奇心 然後比如說你在14歲的時候 你曾經好奇於說 為什麼網際網路上面的人們 是這麼快就可以建立信任 但是在實體世界的人們 就要經過很長久的時間 才有辦法建立信任 所以因為這樣你就去讀了很多書 那我想就是比如說你這樣子一個 你14歲的時候那個經驗為開端 就是說從14歲到現在 其實你也陸續的學習了非常多的技能 然後也看了很多書 所以是不是可以回顧一下 就是說比如說在這些年來 你為了要學到自己想學的東西 或是為了要成就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在學習的那個歷程上面 現在看起來有沒有一個best practice 就是怎麼樣起點怎麼樣的環節 跟最後怎麼樣的結果 就是你驗證起來 你覺得是對你來說是最適合的 不敢說是best practice 有些better practice 就像我們前面那本書的訪問 我有提到的說 如果我沒有睡滿八個小時 那我前一天學的等於沒有學 等於已經還回去了 因為沒有辦法寫進長期的記憶 對 所以這個就讓我現在延伸想到說 其實說不定學習對我來講 都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發生的 不管是在夜晚的做夢 或者是在白天的revery就是遐想 那大概這才是學習發生的地方 那所以學習的素材 當然是靠著傾聽啊 靠著去了解其他不同的人的立場啊等等 對那個並不是說學習本身 而就是去蒐集素材而已 如果沒有留時間給剛剛講的這些睡眠 瞎想的話 那其實學習是對我來講是不發生的 所以對我來講 我並不會覺得說像你剛剛講的 為了成就什麼東西而去學習 而是說我白天有好奇心帶領我 去瞭解一些情況 但是我不會下判斷 就是不會覺得這個是適合學的不適合學的 那就好像蒐集語言的材料一樣 全部都蒐集起來 然後又有足夠的時間休息 那這樣直接明天一醒來 就會覺得這些已經變成我的思考的一部分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很多次都提到睡眠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你什麼時候發現 就是說睡眠是真的對學習是有效果的 因為我記得你比較年紀比較輕的時候 其實你常常晚上就是都在做 比如說都在寫程式都在怎麼樣 就是這個發現跟後來真的有辦法做到 大概是什麼樣的過程 其實大概就是小學一二年級 就是七八歲的時候 那我有一陣子休學嘛 那休學之後就發現說 那時候可以睡得很夠 因為如果是要去上學的話 那畢竟必須要再 難免要準時 對難免要準時 沒問題 那如果前一天又看書啊 寫程式到比較晚的話 那就會壓縮到睡眠的時間 所以可以說是有一個對照組 跟一個實驗組嘛 那不好意思 對那對照組就是我要上學的那個時候 那實驗組就是我不用上學的那個時候 那很明顯的就是如果我可以睡到責任行的話 那前一天不管看過什麼或者是想過什麼 那這個思路等於是隔天可以繼續走 但是如果是為了要趕那個上學的時間的話 那就好像是走到一半就拋棄了又走回頭這種感覺 後來你長大之後讀更多書之後 有從比如說大腦科學之類的研究得到這樣的驗證嗎 我倒比較不會去找文獻來證明我自己的感受 我沒有這個習慣 就是說如果我看到一些文獻 那我可以自己做一些嘗試 那我會去做 但像這個的話 是我等於已經親身驗證過很久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比較不會說retroactively 就是說事後再去找什麼東西來支持 因為這樣子的話其實是一個bias 就是說因為我已經有經驗了嘛 所以我難免就會變成只去找支持我經驗的這些東西 而不會去challenge自己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它就是只是一個好像自我正當化 這樣子的一件事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些其實是從第一手經驗出發 倒不一定是我看了什麼 然後回過頭來覺得這是有什麼證據這樣 所以其實你的直覺的感受其實你是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是我的意思說 就算假設今天有人 或是假設 假設今天有人跟你說 喔睡的少一點 大家要每天睡四個小時努力的求知 才會真的就是讓你的學習有進展 那可能對他是這樣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不會因為有一個權威人士講的這件事情 你就 不 我的意思說 每個人對自己的經驗都是權威 OK 所以因為我並不是想說 發展出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學習方式 只是對我自己有用的學習方式而已嘛 我們剛剛在講到的 我所謂的better practice 是跟我自己別的practice去比better 我並不是跟別人去比better 所以因為沒有要把它普遍化的這個動機 所以我也自然不需要去說 那我的做法跟他的做法 因為每個人他的學習風格是不一樣 學習風格不一樣的話 他運用他的注意力的方法也不一樣 還有就是有些人體質上面 就是會晚一點睡或早一點睡 對 有些人是polyphasic 就是他一天要分好幾段睡等等 那我當然不會覺得說 他的體質跟我的體質一定相同嘛 我因為沒有要說服別人 所以也沒有這個 您剛剛提到說要權威人士的這個問題 其實你對於睡眠這個堅持 其實在台灣是真的很少見 但是這也讓我想到說 其實之前我也是看過日本的書 他說有人早上就是比較沒有辦法早起 對 因為台灣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在推廣成行人 就是大家一定要早起啊 要運動啊 要讀書 但是其實日本就是有個說法就是說 有些人因為天生低血壓 所以他就是沒有辦法早起 意思就是說如果今天一樣睡八小時 有人從晚上十點睡到早上六點就可以了 可是這個低血壓的人呢 他可能就要從晚上十二點睡到早上八點 就是他睡到早上八點他才會覺得有睡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對於睡眠這件事情 感覺台灣是真的比較沒有那麼多的研究 所以這會影響到學校的作息我覺得 對啦 因為學校的上課時間比較早在台灣 那下課的時間會比較晚 比起其他的國家 那再加上當然在晚上就是 還會有很多要寫作業啊等等的事情 所以等於是從兩面去壓縮它 那這個我覺得也因為我讀到就是國中二年級 就沒有繼續讀了 而且其實說實話在後面的幾年 我也沒有特別在管學校 所以等於是說在大概小學三年級之後 我大概就是以自然行為原則 其實這樣講起來是很幸福 也許這是我最羨慕你的一件事 那你馬上就可以改啊 任何人每天都可以改啊 對的確 那在學習這件事情上面 除了睡眠這件事情的重要之外 那對你來說比如說學習語文這些東西 跟非語文類的東西 嗯 在學習的進展上面 或是學習的成功經驗 或失敗經驗上面 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不會把語文當作目標而學習 像我學英文 一開始是因為要玩魔法風雲會 要去打紙牌遊戲 對 或者是玩電腦遊戲 想要看懂那個對話之類的 所以也就是說對我來講這個是作為第二語 或第三語等等 而不是作為它本身一個外國語的這樣子一個學門 所以對我來講語文它 呃 當然後面就我開始學計算語言學等等 慢慢開始把語言當作一個 嗯 topic 一個主題來探討 但是至少在一開始 尤其我們如果講外國語言的話 那我是把它就是當作我想要學什麼或玩什麼 然後不得不經過的一條路 嗯 這樣子來看待 那所以對我來講 如果當時你問我說 你是不是在學英文 對我來講不是 我只是在學怎麼打牌這樣 嗯 所以語言從來都不是你 比如說我要來念英文 嗯 這樣子的一個命題 沒有這樣的狀況 而是我要做什麼順便練了英文 就是說那個做什麼 好像一定得經過英文 才能夠去 那所以我當然就就是經過這條路這樣 ok 了解 難怪你一直在說 要先決定要解決什麼問題 嗯 再來學什麼 所以你始終如此 對因為因為我沒有英文考試要考 所以就是說除了我自己的好奇心 以及要經過這個語文 才能碰觸到這個社群朋友之外 我沒有別的動機嘛 那因為沒有別的動機 就是靠高分的那種動機啦 通過什麼檢定的動機啦 呃 因為沒有那些外在的動機 所以我當然也不可能說 那我把英文本身當做一件事情 好像我非學不可 沒有這種事 嗯嗯嗯嗯 了解 所以呃 那其他的比如說像城市 嗯 這件事情 也是類似的 也是一樣的嘛 就是呃 我之前經常講說 我很喜歡數學 但是我很不喜歡算數 對 因為我就是常出法用手做就常常出錯 那所以對我來講 我學城市 並不是因為我想要學城市 而是因為我想要學數學 嗯 那城市可以把數學裡面 冗長的部分 嗯 算數的部分都幫我解決掉 這樣 嗯嗯的確 嗯嗯 嗯嗯 你剛才其實有提到一點我覺得很有趣 是說 你其實 就是很直覺的去建立了這些 自己的學習歷程 然後也沒有想說 要把它呃 變成一個 普世的標準 對 不是什麼教育學家 當然不是 那所以類似這樣學習的探索 最近有嗎 每天都有啊 嗯 那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最近 哪一件事情讓你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學習的歷程的感覺 是 呃 舉例來說像最近因為要處理這個疫苗預約的系統 嗯 那所以呃 有四天的時間 我就一個一個跟22個縣市的縣市長 或者是他們所指派的代表副市長啊 研考會主委啊等等 一個一個打電話 那每一個就是當然對疫苗都有很多想法 因為這畢竟是前一陣子大家最關注的 這個主題 所以呃 我經常說要選每一邊站嘛 嗯嗯 那但是 當這樣講的時候 大部分我也好採訪者也好 心裡想的總是一個房間裡面最多就那麼十幾個人這樣子 因為再超過了也很難每個人都講到話 對 但是這一次就不是這樣 這次是真的是22個不同的立場 然後每個都很有道理 就是從他們的本位出發的話都很有道理 嗯 對但是呃 就好比像說戶籍地的制度 這個在日本也是有的 對 日本是等於他的居住地搬家搬過去之後 他要先告訴他當地的政府說他遷移到了這邊嘛 嗯 對那像日本的話如果是疫苗的注射 就是由被注射的這樣子一個縣市政府去發那個疫苗的票給那個人 那但是這樣子就會造成說如果他還沒有注射或者是說他只是暫時居住在那邊而還沒有真的搬進去或者他工作跟居住等等都在不同的地方 嗯 那就有可能欸這個他不知道或者是也沒有收到這樣子疫苗注射的情況 對 那在我們這邊這叫不在籍嘛 對 那不在籍的情況對於每一個縣市都是很大的挑戰 對 有一些縣市 一定會發生 有一些縣市 變成一個每一個縣市都處在不同的境地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自己的學習就是說一方面要理解就是他們照顧的所謂他們的市民或者縣民每個人有不同的想像 但是二方面我們從中央的角度來看我們當然希望來一百萬機就打掉一百萬機 對 不要自己在那邊這個好像特別去區分說我打到什麼縣什麼市等等的身上 那但是如果再更放大一點來看的話 那其實台灣的疫情也並不是特別嚴重 對 所以是不是說這個有這些疫苗資源真的要那麼多給我們嗎 可是這個如果是在就是台灣的中央的政治人物的話 那立刻就會想到說這個人他沒有國籍 他是拿拘留證過來的 那要不要給他打疫苗等等 所以在中央的層級也會想一些類似縣市對於不是戶籍的人 的這些事情 所以就很有意思就是對我來講這個學習就是必須要讓自己很有彈性 能夠先從一個甚至里長林長的這個角度去看 然後再往上到一個區域到一個縣市到台灣再到全世界等等的這個角度去看 那這樣子才能夠想出一套就是對所有人每一個層級的人都可以比較安心又比較省力的這樣子一套方法 所以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學習就是以前覺得學每一邊站可能就是十幾二十邊最多了 但現在就是二十二個然後又是每一個都有不同的三個以上的層級這樣 所以像以疫苗系統這件事情這個我用過真的很棒 謝謝 大力稱讚 謝謝 簡單 然後私立周延 所以其實後來我當然就是到超商去花幾分鐘吧 就預約到離我們家走三分鐘就很近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心裡面心懷蓋機 嗯 但是如果以這件事情來說 你剛開始想的可能的預約系統跟你最後實作出來的 就是中間有經歷哪些調整的地方 就是你有一個剛開始最初的想像嗎 對 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意願登記是後來才出現的東西 哦 對 那這裡面就有一個背景就是說我們想出預約系統的時候 其實絕大部分的縣市都希望我們不要上限 當時ACIP分出75歲以上的這群人嘛 正在注射 那75歲以上其實各個縣市都有等於里長通知的這套系統 不管是流感的注射還是其他疫苗的注射其實他們都已經很熟悉了 因為75歲以上對他來講不用特別再去請假 不用跟公司請假大概都退休了 所以可以 對直接告訴他這個里的所有人什麼時候去哪裡打 其實他們就來了 對 你硬要他們預約反而對他們來講多做一件事情 對 所以幾乎所有的縣市都告訴我們說 就算你寫好了也不要上限 嗯 那但是呢 因為75歲以上的這些朋友 他畢竟身體比較虛弱 那在當時就是打的是AZ疫苗 對 那所以媒體就很容易把這些身體比較虛弱的朋友 打了之後如果有些不舒服的情況 那跟AZ疫苗好像是把它連在一起 對 雖然之後所有的這個不管是解剖啊什麼 都顯示說其實好像沒有什麼因果關係 對 但是光是這個時序關係 就已經可以做很多文章 所以就在我們等待上限的這一個月裡面 大家對於AZ疫苗的偏好有了改變 嗯 本來覺得還不錯 但是突然之間變成可能不到一半的人想要打 對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面臨一個困境 就是說我們如果只是開預約系統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下個禮拜 有資格的人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會來預約 對 那所以也因為這樣 所以在跟縣市首長一個一個個別討論之後 那我們就推出了一個就是不勉強大家 嗯 你願意打AZ的那就來嘛 嗯 那不願意的我們就等別的疫苗進來再說嘛 對 對 就這樣你決定就對了 對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像在昨天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本來是48歲以上可以注射AZ 我們一下就變成38歲以上可以注射AZ 等於是說這10歲的這個差距 為什麼可以年齡下降這麼快 就是因為我們很精確掌握 這10歲的年齡層裡面大概那麼一百多萬人 他願意再下個禮拜來注射AZ 對 對 對 那所以再下一次可能就再往下20幾歲 甚至10幾歲 對 那所以如果沒有這個議員登記的話 那很可能就是我們會等在那邊 但是其實沒有那麼多人來 對 那如果這個情況發生 那媒體一定就會報導說 什麼氣打槽啊 還打槽啊 這個開了 對 開了一個那麼大的接種站 最後只有小貓兩三隻啊 對 那這樣子它是一個自我成真的預言嘛 看了這樣子的報導就更沒有人想要打AZ 對 但是因為用了議員登記系統 所以其實每天都這個十幾二十萬啊 對 那所以這樣慢慢大家就覺得 AZ好像也沒有那麼可怕 因為現在已經很年輕了嘛 已經打到48 接下來38歲嘛 所以打完之後有不良反應也沒有那麼多了 對 那所以好像大家對於AZ的感覺 就這樣子就回來了 所以我想這個是最大的一個調整 所以加上議員登記這件事情是你想出來的嗎 是 OK 這的確是一個關鍵 對啊 不然現在大家就還在那邊氣打還打槽什麼 對對 我雖然以前曾經在媒體工作過 但是現在真的覺得媒體是一個 就是 過度反應 就是是一個 有一點過度反應的那種 傾向這樣子 不過這也是一個新的東西啦 所以就是它是newsworthy 所以也很難怪媒體去報導 也是 我後來就是之前在媒體工作 我現在在出版社工作 對於 給讀者的甜蜜點 這個有很深的情 就是之前在尤其在日報的時候 就是壞消息 才會是給讀者的甜蜜點 對啊 就是因為大家要警覺 就是你要做準備 對 可是在出版社之後 凡是出壞消息的書 基本上都不太會買 當然沒有人專門 intentionally的去讓自己不開心 對 所以在出版社這邊 在選書的主題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強調正面的benefit 對 這是我非常大的體悟 所以我很高興的話 就農移到這一塊來 可以常常去看好消息 跟正面的效益 好 那我覺得AZ那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 就是說 疫苗疫苗系統 那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 就是說你從食物上面 就是跟人性的互動 還有就是一個 比如說在政治上面的種種考量 就後來做出來一個 就是基本上讓大部分人 都可以滿意的事情 就安心啦 大家都安心 對安心 你剛才講到安心跟方便 對安心跟省力 這兩個可能最重要 OK好 了解 那所以把意願登記放進去 其實後來就是把自己 吃的主導權再交回給 就是那個要施打疫苗的人 對不對 你還是讓他們做最後的決定 沒錯 就是說每一個人的偏好 他就不再是好像 縣市政府一定要催 我們就不特別催了 說真的 也是因為統計上面來看 49歲以下的人 他重症死亡率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對 所以一個38歲的人跟一個28歲的人 他重症死亡率並沒有差那麼多 之外 我們現在的疫情也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如果38歲的朋友 他就是現在不想打AZ 我們趕快讓28歲的人打到 對整個社會並沒有什麼損失 對 但是75歲以上 確實他重症死亡率非常高 所以那個時候 用這種淋漓催重通知的系統 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一次是講說技術去配合社會 不是要社會來配合技術 對 那在這個例子上面確實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當時很強勢的 要求75歲就一定要用我們的系統 那可能會全面造成反彈 但是到64歲才來用的時候 或是各個縣市都說 對啦 64歲還沒有退休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理長也不一定認得 那這個時候 我們再去通知的話 那個行政成本非常的高 對 而且會漏掉很多人 對 那漏掉這些人 縣市更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到64歲的時候 切換來用全國系統 其實是縣市首長都很支持 OK 好 了解 很有意思 好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專案 專案式的學習 從這個專案裡面學習到的事情 那如果說我們還是 我們切換回學校學習這邊 這個領域 就是 因為像Odrey 你是其實就是很堅持一路以來 就是用自己的步調在學習 可是對於大部分的小孩來說 他們基本上是從幼稚園開始 就已經在學校學習了 所以也許他們也會好奇是說 比如說 當然自我 就是照自己的步調來學習是 可能是最能夠量身定做的 可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辦法這樣子 所以如果今天就是 大部分人都還是要到學校學習的狀況 你覺得到學校學習的目的會是什麼呢 不過以日本的讀者的話 應該最近一年他們都已經體驗過 遠距學習了 對 所以現在我的回答就會跟之前很不一樣 因為如果有體驗過遠距學習 那可以理解到 就是遠端的老師對你的控制力其實是很弱的 你另外開一個視窗老師是絕對不會知道 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本來自己就可以有一定的自己學習的節奏的主導權 那有這樣子體驗之後再回到學校 那你也會發現說其實就算是在課堂裡面 你還是一定程度上有自己學習節奏的主導權 對 因為現在老師在台上講課 同學在底下用維基百科去fact check老師 這個是很常見的事情 對 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 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其實老師的角色真的已經改變了 以前是因為課堂上面沒有辦法聯網 所以老師好像他腦裡是那個標準答案的一個集中的地方 但是現在標準答案是四散在全世界 所以老師其實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角度 可能比學生先學一些事情的另外一個學習者 所以我會覺得說在課堂的經營上面 老師越能夠把自己看作只是另外一個學習者 那跟小孩的互動就會在這個年頭越好 老師越把自己看成是標準答案的壟斷者 那可能就要手機全部收起來了之類的話 那跟小孩的互動現在就會越疏離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小孩都已經很習慣自己去找答案 這樣一件事情 對 但是因為既然是在同一個實體的空間裡面 那個互動 那就是大家共同累積知識的那樣的一個動力 就是或是那樣的需求 我覺得還是存在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在課堂上面 比如說 老師 然後同學 跟我自己作為一個學習者 你覺得 就是作為一個學習共同體 在那樣的 如果是在教師的實體的空間裡面 你覺得最好的狀態應該會是怎麼樣 就剛才講的嘛 大家是一起來創造知識 而不是來累積知識 因為累積知識之前的想法是往老師的方向累積嘛 對 那但是我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人都像拼圖一樣 他可以貢獻進這個共同學習的狀態一點 所以也可以說是我想到學習 即使是團體或大團體 都是專案式的學習 就是說一起創造一些事情 那所以對我來講 單純知識累積 這可能是來學校之前自己就可以在家裡做的事情 就是透過閱讀 或者是線上的一些 對 對 因為每個人的掌握知識的方式 跟他的速度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是在自己的那個tempo裡面 自己的速度裡面 用自己習慣的方式 看漫畫也好什麼樣 去累積 那到了課堂上 其實每個人就是帶著自己的這個角度 去一起做專案 去一起創造 不敢說這是最好的 但是是我最習慣的 關於這一點 因為 因為歐洲有讀導 就是有參與討論108課綱 對 108課綱其實很關鍵 就是以 就是素養 對 以學習者出發 對 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比如說剛才您講到 在課堂上 就是老師同學跟 學習者自己本身有 可以成就一個 以創造知識 而不是累積知識的 學習共同地 那如果這樣的話 因為老師畢竟是教室裡面 就是還是最具有權力的那個人 您覺得老師的教學方式 朝著什麼樣的方式 改變會比較好 因為老師說 我們家小朋友現在都在高中 其實現在老師就是 其實還是有很大一段時間 是在做課堂 當然啦 因為是他們習慣的 所以你覺得 比如說老師的角色改變 是具體來說 比如說在日常的課堂上面 怎麼樣的改變 會是能夠朝剛才你講的那個方向 簡單講就是變得更對稱 如果都是課堂的話 那就很像是廣播或者是電視一樣 一個人講 其他人都是聽 那但是我們在課堂上面 有很多經營的方式 好像比較有小組討論等等 可以變成每個人都有機會講 每個人都有機會寫下他的想法 在小紙條上 每個人都有機會畫白板等等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所有人的那個產出 就變得跟老師就是輸入的部分 可能就變得比較對稱 所以老師他如果表達了 這麼多的訊息的話 從學生這邊表達的訊息 也跟他差不多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達到一個 學生自己有什麼想法 說他不用等 最後老師說 那有沒有問題 或甚至也不這樣問 的時候他硬要舉手 那這樣子心理負擔就很重了 那我自己的課堂上 常常都運用slido系統 所以就算我拿著麥克風 滔滔不絕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的手機的螢幕上 都可以立刻提出他的想法 甚至為彼此的想法按讚 那這樣子的話 我一面講 就是語言的部分 但是在文字的部分 其實是課堂上的學生有設定權 所以我很多時候 一開始就說 你如果不在slido上提問 或不舉手 我沒有東西講 所以等於是說 我講話的議題 完全是靠大家來設定 那這樣子的話 雙方就幾乎同時 都是在對稱的情況 你說的你在課堂上 是演講的場合 演講也有上課 都有啊 我現在即使是疫情 還是會隔著螢幕上課 所以是針對公務員嗎 都有啊 就是大部分是大學生其實 但是企業的內部訓練啊 或者是剛剛講文官學院啊 人總的培訓的課程啊 或者是甚至到高中 甚至國中小學都有去啊 嗯嗯嗯嗯嗯 了解了 我覺得那上課的 這樣的互動過程 當然看起來是很對稱 那如何把這個過程 累積成知識 那這件事情你是交給學生喔 其實我不覺得知識是累積的啦 可能這是一開始 就最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知識是 面對一個新的狀況的時候 創造出來的 所以就有每個人 他的知識歷程 必定就是從他自己的經驗來出發 然後再接下來有共好啊 就是共同價值等等 但是脫離了自己的 創造的經驗的知識 我沒有覺得 特別覺得那是知識耶 OK 那你覺得那是什麼 呃 他可能就是材料嘛 對不對 一些material 一些素材 嗯 但是當他變成knowledge 而不是只是訊息的素材 的時候 那必定還是在我自己的脈絡裡面 有過統整啊 所以在你定義裡面的知識 必須經過自己創造的那個歷程 這其實是很傳統的知識管理的 一個想法嘛 嗯 就是說在企業裡面產生出的 各種這種資訊 或者是機器產生出來的資料 那如果沒有經過一個統整的話 主體性的統整的話 那沒有辦法成為知識嘛 就是很久以前KM了 就是這樣子講的 就是這樣子講的 嗯 了解 這個其實跟一般 比如說學校裡面 認知的知識真的是有點不一樣 對啊 是 嗯 一般知識把它當一個固體 嗯 然後就是必須不斷的複製 對對對 那這個就是從以前的那樣子 就是可能所謂填壓啦 的這種做法 到現在所謂的素養導向 最大的不同 素養導向就是 都是以那個學習者的主體經驗出發 嗯 嗯 這個我其實 有一次聽你的演講裡面 有談到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對比 就是 你說在 在學校的學習 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有點像是 就是 有那個累積經驗值的部分 就是 XP 累積經驗值的部分 但是 就是說 這個累積經驗值 可能是比較是 以前大家在學校裡面 學習的方式 但是 嗯 你覺得其實現在慢慢大家要 以自己的眼光來看 我要發展出哪些 技能術 對 就說 XP到技能術 對 那你技能術那邊 你自己發展的經驗是怎麼樣 嗯 對 其實技能術的意思 也就是說 它是多個維度的嘛 嗯 它不是說線性的 所有人放在同一個 對 標準上面去衡量 對 而是每一個人他可以探索出 他自己想要發展的事情 那這裡面也蘊含著 因為本來的 這些單維度的 大概就是學門啦 嗯 我們會說每一個學門 是自己的一條線嘛 對 那但是技能術的想法就是說 學門它是任意的 就是說 呃 沒有特別被學門所限制 我常常的比喻就是 呃 星座 就像是學門嘛 那其實星座是完全虛的東西 星星是實的啦 但是星星要怎麼連起來 是完全虛幻的一個東西 嗯 只是說因為大家 對 但是因為大家都講同一個故事嘛 所以星座什麼的 所以慢慢的它變成好像有實質 但是如果你現在已經探索出 你自己想要的方向 它旁邊的星星你全部加起來 變成一個星座 嗯 也沒有不對啊 事實上也一樣對啊 嗯 對 所以就是說所謂的跨學門 對我來講 並不是先有學門再去跨越它 而是說從一開始就沒有學門的這個概念 所以技能術大概也可以這樣子來解釋 嗯 對 我還記得你提到文組跟理組 嗯 在你的腦子裡面也沒有文組的意思 也沒有這個分別 對 可能因為沒有念過高中 從來就沒有 從來就沒有經驗過這個分組的歷程 對的確 這其實後來我覺得有點像是 就是高中特別的生態 嗯 對 比如說 選文組的人永遠都是學校裡的少數 嗯 對 或是老師教到文組就會覺得自己比較不厲害 嗯 嗯 比較有批判性 有些生態在裡面這樣 是是是 我可能要休息一下倒個水 OK 謝謝 那我們就繼續 嗯 嗯 最近日本有一本暢銷書啊 是叫做 嗯 他的 他的日文應該叫做 Smart Home No 就是其實就是 嗯 他其實是一本 瑞典的作者寫的書 嗯 那他的英文直譯應該叫做 Screen Brand 嗯 意思就是在研究 現在的世代 因為很頻繁的使用這些3C產品 尤其是比如說 呃 手機啊 這些就是讓他們整個學習的模式 呃 變得不一樣 嗯 但是我覺得那本書 嗯 那本書後來就是這半年來 在日本變成超級暢銷書 嗯 但我覺得那本書其實有一點點 貶義 就是貶義新世代使用3C的習慣 使得他們變成一個比較糟糕的學習者 我認為啦 就像古希臘說有文字之後 哈哈哈哈 人都不去記那些故事 對對對 就是有點貶義 呃 但是我確實有感覺到 呃 常常使用3C的 年輕小孩 嗯 就是像我們家也有一些 呃 他們學習模式會有點不一樣 那那我覺得 呃 這點我就很想聽聽看 我就去看吧 你覺得那種Screen Brand 是真的存在嗎 還是說 呃 就是說你覺得他們的學習模式 有什麼優點跟缺點 我想是存在吧 嗯 就是如果發現螢幕滑不動 會覺得螢幕壞掉 會覺得螢幕壞掉 或者是 呃 看到那個 呃 紙上面有藍色畫底線的 就會按按看 對 哈哈哈哈 有喔 有喔 一定是這樣的 一定是這樣的 對 對 所以你說學習模式有沒有改變 一定有嘛 嗯 一個就是說它的主動性變得很強 主動性變得很強 對 就是我不會很耐心的看完300頁的書 嗯 再去想說 那我要怎麼跟這個作者對話 可能看到第三行就開始找關鍵字了 嗯 對 對 所以就是它會有一個等於 長時間的處在 我會主動的想要跟文本對話 的那個情況 那傳統上面 呃不是這樣子的嘛 傳統上是你完整的理解了 作者想要傳遞了之後 對 你就算寫筆記 那是一個個人行為 對 但是現在寫筆記可能已經PO在推特上 那就不是個人行為 那變成一個社群的行為嘛 對 對 所以就是兩個 一個主動性變強 那第二個說這個主動性裡面 蘊含著一個社群的感覺 就是我的貢獻不是我自己的學習歷程而已 我是等於把我學習歷程的過程 而不是只是結果 也變成大家可以繞著它討論的一個對象 嗯 嗯 那你覺得這樣的學習 嗯 就是第一個是主動性變強 第二是社群化了 嗯 那你覺得這樣學習出來的成果啊 跟以前就是比較仰賴於 紙本跟靜態學習的這種成果 會有什麼不一樣 嗯 其實就是這兩件事本身嘛 就是說剛剛講到知識不是累積 而是創造 嗯 這是第一個最大的不一樣 嗯 那第二個是說創造不是個人的創造 而是整個群體的 共同創造 嗯 這是第二個不一樣 嗯 所以我覺得你說學習的成果 吳寧是說對於知識的看法本身有所改變 嗯嗯嗯 嗯 那關於那個 screen brand裡面其實還有一個比較會被討論的 嗯 就是專注力 嗯 專注力的問題 還有比如說上映 嗯 就是對於3C上映這個問題 那3C上映這個 我知道你有解放 很多解放 很多解放 對 用筆是我聽到的一個還有別的嗎 呃用筆當然是很重要 那另外一個就是像我剛才幾乎是下意識的 覺得半小時了好像應該休息一下 對對對 那這番茄中嘛 對 其實就是有很多這種 呃有意識無意識的這些習慣 構成說我很難陷進一個東西裡很久 對 嗯嗯 就你把自己的時間切分成一個已經習慣的那個時間長度 對 那在就是每半小時的時候我自己就會提醒自己說我要抽離一下 嗯嗯嗯 但是那模式是你建立的 對有意識的 那你本來其實很容易就一直就限定進去對不對 當然了 所以要這樣自覺 我想是一定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呃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呃在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那種不確定會獲得什麼的那種期待 呃的感覺 其實是讓人一直沈溺下去 如果有玩過俄羅斯方塊的話 應該知道我來說什麼 就一直玩 對就一直玩 其實它本身有什麼意義呢 可能意義並不是很大 除非你是表演性質 如果一個人玩俄羅斯方塊 真的就是完全不斷在激活那個 那個腦裡面的那個就是 呃預期有獎賞 然後什麼時候才來這個指著四個的 等等的那些回路而已 對那我覺得用來調整自己的心情我覺得很好 但是如果中間沒有一個說 呃半小時半小時休息的節奏的話 那往往就會陷入一個 其實不是你在玩遊戲 是好像遊戲在玩你 就是那個個人的主體的能力會被剝奪掉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就陷入就是傳統的上癮的那種狀態 對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遊戲在玩你這就是 可能就是從我開始寫電腦遊戲 嗯 所以是因為變成創作者的一方 對就是因為我八歲剛拿到個人電腦 幾乎立刻就開始寫電腦遊戲 嗯 所以就發現說 哦原來就是互動的方式 就好像節奏或音樂嘛 那我們寫的程式就好像那個無限譜啊 對所以其實就好像在音樂裡面 你可以透過一些呃就是做曲編曲的技巧 來調動聽的人的感受 嗯 那我們在寫電腦遊戲的時候 也可以透過相同的技巧 來調動人們的感受 那所以呃 如果你自己有作曲編曲等等的能力的話 在看到一個遊戲的時候 可能就會跟他對話比較多 嗯 就是知道說哦現在他用的是什麼技巧等等 那一方面當然解構了 就是本來他可能會操縱你的這個部分 那二方面也是說那自己就會知道知足嘛 就是知道說哦那我學到這個技巧了 那接下來就是這樣而已 那我想的就會是怎麼樣運用這個技巧 而不是說讓自己又陷入那個被操縱的狀況 嗯嗯嗯 了解 這個很有意思 嗯 就是參與了創作那一方之後 你就比較能夠解構他的意圖 對啊 知道自己現在是處在一個怎麼樣的狀態 嗯嗯 嗯另外就是關於專注力這件事情 嗯嗯因為像Audrey就是很有意識的 就是 把時間切割成比較短的單位 比如說30分鐘 嗯 或是25分鐘 然後讓他修行 那維持那個一定的專注力 嗯 但是就是說嗯 在一般的學校裡面 就是他可能 比如說課程的時間 呃不一定怎麼的靈活 嗯 也都是40分鐘 一些課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呃就是 呃 在這個screen brain的時代裡面 你們覺得 呃老師他在課堂上面 對於 呃時間的 那個節奏 是不是 是也應該要做出一些相對的調整 就是去因應這個 目前大家專注力 比較 不是那麼 嗯 連貫的狀態 嗯 當然一個就是你要不要在課堂上 讓小孩自己 自由的運用3C產品 嗯 那當然 大部分老師都會說 那你自己用在不要影響到旁邊的人 我想這個是共識啦 嗯 但是再進一步的就會說 欸那我怎麼樣把它變成我的教具的一部分 嗯 像slido就是很好的例子嘛 對 老師隨時課堂上問個問題 大家投個票 大家提個問等等 那都是我低頭 但是我還在課堂裡 嗯 但如果沒有特別去設計的話 很容易他一低頭就離開了課堂 他神遊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對 對你說這個是3C的問題嗎 也不是啊 以前看課外書啊 或什麼也都一樣 就算是看 就是要離開課台 看課本的話 你在課本的那個人物上面畫畫 對不對 把它畫成亂七八糟的樣子 對 你也離開了課堂 對 就說一個人要分心 他有太多方法可以分心 我也不覺得 只要用3C分心 才是唯一的分心的方法 重點還是說 如果有3C 怎麼樣把它做一個 Prosocial 就是說 促進他在課堂上面 人際關係的一個用法 OK 了解 就是讓讀學的部分 變成是跟大家一起學 對 共創的 OK 我了解了 嗯 嗯 嗯 所以對你來說 你並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 就是世代在劣化的過程 嗯 你覺得這是大家 可以因應 這個Screen Brain 做出調整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螢幕上放什麼 是那個空間裡的人可以自己決定的 嗯嗯嗯 OK 對那如果覺得就是螢幕上面放什麼 完全不能自己決定 那是就是很極端的狀況才是這樣嘛 就是極權國家啦 不能自己安裝城市 不能開網頁 對但是日本跟台灣不是這個情況嘛 對 對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本來就是有這種自主權 如果你是一個學校的老師 你可以去想說 有沒有什麼像Slido這樣的教材教法 可以放到你的課堂的學生身上 而且縱使有疫情的時候 在遠距的時候 欸這個還是可以促進互動嘛 不會變成好像 呃老師在lecture 那又隔著螢幕 更沒有親切的感覺 學生就會覺得為什麼不能快轉 哈哈哈哈哈哈 不會輪入那個情況裡面 還是要靠互動啦 對說到快轉這件事情 我也就是很妙 我現在看電視也常常想說 為什麼不能快轉 對啊對啊 那也是一種Screen Brain啊 對是 對 那那Screen Brain其實還提到一個傳說 這個傳說我也來跟Audrey 提出來驗證一下 就是那個傳說就是說 聽說 發明iPad 賈伯斯是不讓他的小孩玩iPad 或是說矽谷的精英們 都不會讓小孩 就是 接觸3C產品 對 我不知道你有聽過這個傳說 iPad裡面有一些設計 就是要不要Screen Time 它是讓人能夠警覺到自己用太久了 甚至來提醒你 那當然也有一些設定是說 讓小孩可以在操作iPad的時候 更多一些提醒他去看iPad外面的這種時間 就是一個小孩的所謂的Parental Control 就是父母對於小孩使用iPad的一個客製化的模式等等 所以iPad裡面當然一定是有這些需求嘛 不然也不會開發出這些功能來 對 所以我想這些需求應該是存在的 OK 了解 那那個傳說你有聽說過嗎 就是我剛才講 沒有第一手 資訊排毒 沒有第一手 第一手聽過 但是確實我覺得有所謂的detox 你剛剛講排毒就是detox 就是好比像說 對我來講這個8小時的休息 是絕對不會再去打電腦的 不會碰鍵盤啦 事實上我根本不會把鍵盤帶到就是我休息的公殿去 對 對 那這個如果沒有守住 那我想安排專門的detox的時間是有幫助 直到你又可以建立起這樣的習慣為止 嗯嗯 剛剛講到數位排毒這件事情 所以對你來說你設定的 不是你習慣 你的習慣是比如說睡覺的地方 就不要有那些 盡量不要有鍵盤 對不對 那所以 你覺得排毒 對你來說排毒那個時間就是睡覺 那個前後的時間 就是一個數位排毒的時間 你說大概是8小時嗎 對 那所以你有覺得這個時間就是一個很不錯的時間嗎 還是 你覺得這個數位排毒是有什麼樣的 就你有沒有觀察到什麼其他的人也有不錯的做法 像我在跟人對話的時候 我通常不會一面打鍵盤 對 對那 就算有用筆 也是就是快速的記下一些 但是你會發現我的注意力沒有沒有沒有飄掉 沒有跑掉 對那我也覺得說這個是大部分我們在面對面的時候 大家現在被手機就是攫取注意力 最難回來的地方 對 就是我認真聽你講話的時候 那我如果一面滑手機 這叫做Micro Aggression 對 就是告訴對方說你不值得我完全的注意力 對 那但是像我就算有用手機留在手上 我是一定把筆拿出來 而且手機是攫平的 對 那就跟你現在用筆記本一樣的這個姿勢 就是第一個這個是我們共享的 你寫筆記也是為了要記得更清楚我講了什麼話 對 反過來也是一樣 那所以我手機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是好像把你的那個注意力擋住嗎 然後變成說這個我因為不想百分之百花在你身上的時間 我收百分之幾回來到我的手機裡面 所以我覺得我也觀察到很多人用手機或者平板 他只要願意攫平 那就跟我們現在寫筆記是同一個社會規範 那但是如果他不攫平 而且他的視線就因此而跑到對方看不到的畫面上 那這樣子的話感覺上就是一個Micro Aggression 對 所以我全身關注的時候 就是一個怎麼翻這個微冒犯 對應該翻微冒犯 對應該翻微冒犯 對 了解 了解是這樣子 對 所以為什麼你會覺得比如說我們在在面對溝通的時候要全心全意這件事情是怎麼的重要 因為我們對話是本身是主體 它是透過我們兩個的載體而出現 對 那所以對我來講就是說這個對話或共創本身它才是主角 那我們兩個如果沒有準備好的話那就它就不會發生嘛 對 那所以把自己當作一個載體的這樣子一種心情 對我來講只能在全身關注的時候發生 我如果一面還去就是滑手機什麼的話 那可能我就沒有準備好 那這樣這個思想或這個對話就不進入我 對 對 了解 嗯 我讀過一本丹尼爾高曼的書 我們在時報的時候出過一本他的書 他講到其實是人跟人在交流的時候眼神交會 這件事情會激發腦子裡面的鏡像神經 對啊 就是你就可以讀懂這個人全部的訊息 人焉受災 對 所以 那個其實對於人氣溝通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動作 嗯嗯嗯 但是我們現在這的確是很容易 很容易副別 對啊 我覺得視訊的時候 像現在很多我都會開那個together mode 就是雖然是兩個人在視訊 但是感覺上是兩個人一起在看一面大的鏡子 的那個模式 對對對 因為如果我跟你都是一個16比9的視窗 我勢必不可能一面看你的眼睛 對 一面又讓你覺得我在看你的眼睛 對 因為那個視線是偏調的 從那個camera的角度來看 對 但是如果是together mode的話 因為我們兩個的臉就是比較近之外 而且它比較自然 就是我在看著你的臉的時候 我也等於是透過鏡面反射嘛 讓你覺得我在看你的臉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就是你剛剛講到那種互相專注的情況 就比較容易達成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一個設計 所以together mode是兩個人並列在畫面上那個方式 或者多個人並列 它就是有一個好像虛擬的一個自然環境或一個教室或什麼 對那就沒有那個格子 然後都是去背的 所以感覺上是我們在同一個空間這樣 嗯嗯嗯嗯 真的很有意思 嗯 好 了解 那這個部分 screen plan就大概就先問到這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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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這邊還有最後一題 就是 問到說 當自己 當自己 開始有意願 自己要 展開某些學習的時候 嗯 比如說現在即便是 在學校裡面學習的 學生們 他們有些時候也想說 我想要自己學點什麼其他的 就不是老師教的東西 那如果他當開始有這種自學的意願 的時候呢 就是他們通常給我的就是 就是 反應會是說 他有點不知道自己 到底 要 怎麼樣有系統的學習 就是 所以 你覺得在自學的時候 他有的意願要自學什麼事情的時候 嗯 你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就先不要想系統 哈哈哈哈 好 了解 對啊 系統都是事後去構建的 好 對 因為你體系化必須要有足夠的材料 嗯 那當你 新發生一個興趣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那麼多的材料 所以 與其說是系統 不如說是 你先去找跟你有類似興趣的人 然後 就有點類似說 你在一個社群裡面混久了 你自然知道 我們說state of the art 就是他們現在正在關注的是什麼事情 那那個慢慢就會變成系統 的一部分 但是你一開始如果就自己建立體系 自己建立系統 自己建立學習環境等等 其實你沒有那麼多材料啊 嗯 那這樣子硬去建立未必有什麼好處 對 所以我會建議說 系統那是等很後面再去想的事情 一開始就是你的興趣帶你到哪些人 你就去認識那些人 那些人又讓你認識更多的興趣 你就認識那些興趣 那些新的興趣又會帶你認識新的人 是這樣 所以很像你在PER的那個群組裡面 成長的過程 對對對 那這當然有個前提 就是雙方都有興趣的人可以聯繫上 對 那幾乎就表示說雙方都要有網際網路 對 但這個在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比較不是問題 對 嗯 了解 所以可能也有點像 比如說日本的call for Japan 對 其實也是類似的狀況 對啊 就是他們並不是一開始就要 很有系統的做什麼 但是發生地震了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就趕快一起來幫忙 OK 那我了解 先不要想系統這個事情 我覺得蠻顛覆一般人的認知 對 可能我們在學校裡面都被交好 就是說你要先有一個MAP 然後再怎麼樣去完成那個MAP 所以這個是算是虛擬思維 當年可能是這樣 但是現在就是你那個MAP畫出來 其實因為這個地形地貌大幅改變 所以不到12年 可能裡面一半的地方都不見了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再去守著舊的那個MAP 就不一定管用 那我們現在發現狀況 就是在不同的學門裡都是這樣 每一個學門都在快速的改造自己 本來需要人來做的變成機器可以做 那機器把人跟人聯繫在一起之後 本來單人沒有辦法做或少人沒有辦法做的 突然大家可以一起把它完成 所以這個領域裡面哪些東西值得投注精神 可以說是每天每天都在變化 所以舊的那個系統可能不要說12年 可能12個月以後就必須要大幅的翻學 嗯 了解 這個其實從這次奧運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昨天出現了一個就是意外的黑馬 就是自行車 公共車的冠軍 竟然是一個 充滿科學精神的 對 然後 而且就是 他是沒有人知道的一個人 就是沒有人料到他會跳到金牌 而且他說他是自己訓練的 他並沒有參加任何的 什麼就是跟著什麼教練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你剛剛講的事情真的在 現在是就是很容易應證到 對啊對啊 就是他跨學門的用別的方法 但在這邊還是適用 對對對 這個人實在太有意思了 對 在這點來講他有點像黑馬 嗯嗯嗯 可以這樣說就是他是 跳脫既有的框架思考 對對對 好 我來要接他 嗯 嗯 那我們接下來 因為之後本來原來的主題是知識跟睡眠 那我們剛才都大概提過了 所以我們就跳到創意跟靈感這邊 嗯 嗯 雖然Odry之前有提過 就是你靈感發生的情境 嗯 但因為那個好像就是 對大部分人來說他可能 可能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那樣的情境 對 所以 你最近好了 我們來講一下你最近 就是 在創意跟靈感這個方面 對你 你現在最近的一個體驗是什麼 嗯 嗯 在應員約平台前面 嗯 的一個靈感就是 嗯 簡訊直連誌嘛 嗯 對 那簡訊直連誌 當時其實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 那一下子就想出 說那不如我們就不要安裝APP 所有人都發簡訊到簡碼 嗯 那發簡訊到簡碼 就算稍微等一下才發出來 也沒有關係嘛 那最主要的還是 呃 對店家來講 他不需要感覺到說 好像他必須要 一定要營業登記證啊 統一編號啊等等 這些都跳過嘛 對 他只要有個手機就可以去列印這個QR Code 對 那180萬以上 現在都已經等於Self Service 那這個就很突破傳統上那種 你要先主管機關審核過 呃 至少會有個統編吧 呃 才能夠刊登的這個做法 他可以說是幾乎是C to C的 就是任何公寓大廈管理委員 甚至是呃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你的鄰居 都可以幫你的早餐店或什麼攤子弄一個 對 他只要聯絡到你就可以了 對 所以你說這個的創意 它其實不是發生在這個技術 技術是沒有什麼 而是說發生在它呃 呃 跳脫傳統上那種要由上而下授權 的那種感覺 甚至是呃 自己創造一個亂術的編碼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贏 我也不來阻止你 所以呃 呃 這整套當然 並不能說是我自己一個人想 因為 同時在做很多實聯制的朋友 在G0V頻道上 也非常快速的在想各種各樣的方案 那但是呃 呃 對我來講可能最大的一個 呃 Breakthrough 就是一個洞見吧 呃 發生在說呃 呃 那我們之前有協調過 就是呃 報酬軟體 可以完全用自己的手機 甚至接下來外籍的朋友 也可以用自己月租的手機嘛 來達到認證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那既有的這個認證方式 跟這種自己印QR Code 這兩個可以結合在一起 因為呃 簡訊它是 發簡訊的時候 你不能偽造自己的手機號碼 你也很難偽造別人的手機號碼 所以等於兩邊都是很強的認證 對 但是又不會特別就是哪一個電信商 手上握有全部的資料 因為從電信商的角度來看都是亂嘛 所以任何一方都沒有辦法 侵蝕掉其他方的隱私 但是當這些湊在一起的時候 欸它是幾乎不可偽造的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把很多單獨的創新 就是用手機的檢碼發訊息 收訊息啦 呃 剛剛講到用手機認證啊 那 在據定義頻道上面有朋友提到 所以SMS可以直接送 不需要下載APP啊 等等 那大概就是在一個晚上 就睡一覺一起來 就覺得說 欸這些可以全部湊在一起 這樣 呃我那時候在用簡訊實言之的時候 呃 我的感受是說 就是 最聰明的一點 就是說 這些人如果真的有需要被通知的時候 一定是透過手機通知的 所以你其實就是讓他 在他自己最原始那個 就我們要通知他的那個 那個載 那個前進 對 那個載具上面 就是讓他產生最原始的 可以追溯的 而且他不用輸入嘛 對 所以其實真的就兩秒鐘就可以完成 對 所以那個是我覺得最 是是是 最貼心的地方 是是是 神調中間很多的 就是 技術管理成本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就印證剛剛一開始講的 就是沒有哪一個創新 是我發明的 但是因為我在 就是前面的那個週末 去聽了非常多 十連至已經始作的 或即將始作的人的想法 那裡面每一個 可能個別都有一些道理 那我睡覺起來就發現 這些可以拼在一起 這樣子 OK 了解 其實我覺得你在你的就是 生命比較早期的時候 其實也有類似的創新 比如說你那時候 因為要推廣PR 到全世界各地去旅遊 對啊 然後你用的是沙發課的方式 對 然後你比較是那個數學家 就是你參考的是那個數學家的方式 對 所以這樣的創新是怎麼來的 那時候是 也是一叫起來就發現了嗎 然後他就開始做了 還是他中間有一個 有些什麼樣的環節 對 也是類似的情況 就是我就發現說 每一個不同領域的人 就算是電腦科學 計算機科學裡面 也分非常多不同的子領域 對 那這些子領域之間 很少去開同個conference 對 事實上對彼此的研究 也不熟悉 因為用的是不同的術語 對 但是真的殊途同歸 大家都在解決同一個問題 所以也是就是像這種 單獨單獨的去討論 那但是在腦裡 就慢慢形成一個整體這樣的情況 那關於那個數學家的 他用這樣的方式 去跟人家和諧論文 這件事情你是在書上讀到的嗎 應該有幾百科之類的吧 就是會看到一個概念 叫Erdish Number OK 好 了解 那個字我一直念不出來 對 艾迪敘述 對 好 了解 這邊是這個題是我們的編輯問的 就是 欸 剛才講其實有很多是 就是 是靈光紮顯 比如說睡覺起來靈光紮顯 那實際上就是除了睡眠之外 有沒有什麼工具 或者是 什麼樣的比如說 思考的技巧是你會用到的 嗯 應該是說 不下判斷是主要的技巧 不下判斷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不會聽到一個主意的時候 就先判斷他好或不好 他不成熟或者是可行 都不會 或是什麼 比如說太政治化 都不會 我就是跟他對話 把他記下來 那因為像剛剛講拼圖的比喻是一樣的 就如果你看到一片拼圖的這個碎塊 就急著去判斷說他不完美什麼的 那他就不能跟別的拼在一起了 所以就是完全不下判斷的去聆聽也好 去閱讀也好 去對話也好 我覺得是主要的技巧 那我覺得在這邊有一個很關鍵的認知 就是認知對方提供的訊息是一塊拼圖 嗯嗯嗯嗯 我自己也是一塊拼圖 而不是它是不必要的雜訊 對對對就其實沒有什麼雜訊 什麼都是材料 OK 這需要 這需要 累積變成習慣 要不然我們其實很容易 下判斷 下判斷是我們的本能 當然啦一定的 所以就是按住判斷不表 我也不可能連續三四個小時都不下判斷 對 但是連續三十分鐘對我現在是很容易的事情 OK 了解 好 那這個這題也是我們的日本編輯問的 就是他問說要怎麼樣變成一個有創意的人 嗯嗯嗯 我覺得就是不急著解決問題 嗯嗯 對 急著解決問題的話 大概都是用舊有的習慣來做 嗯 那如果能夠忍受問題 跟問題相處久一點點 那創意才有它 就是發芽的這個空間 嗯 所以那時間點是 讓它自然發酵 而不是說 嗯 這繼續設定時間點 比如說我就是要一天之內 或者是我就是三個月之內 嗯 就是 那個時間點是 到來是怎麼樣 對就是說如果當然很急迫 一天之內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當然沒有話講 但是絕大部分的事情 你都可以把它分成急迫 必須處理的部分 跟其實沒有那麼急的部分 嗯 那後面的這個部分 如果你就用這種急迫的感覺 也把它解決了 那就沒有創意的空間了 嗯嗯嗯 所以像呃 剛剛講到的簡訊實驗制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所有人都想得到的 就是類似一個Google表單嘛 對 大家都去開一個網站 第一次登入的時候 填入自己的手機號碼 就很煩 對就是很煩 而且你每一次都要做一樣的事情 那下一個很邏輯的想法 順著這個的話就是 那我下載一個APP 我只要輸入一次等等 但是你想得到 大家都想得到 所以最後就變十個APP 全部都得下載等等 就是說按照Jill的習慣出去 它當然會收斂 可能會收斂到一個我們叫Local Optimum 就是它確實比旁邊的都好 但是其實真的不太好的 這個解決方案 那只有說不急著順著這個思路去想 先就是游移在各種不同的 看起來沒有太成熟也不太可行 但是各自各自也許都有一點創意的這個裡面 那這個空間慢慢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有一個更好的更方便的更安心更省力的 開始慢慢浮現 可是如果急著去實作 因為任何人都是你一實作 就矛定在那個實作裡面了 如果急著去做的話 那就比較沒有這個探索的這個余裕 但如果是以簡訊十連制那樣的一個專案來說 最後會讓你覺得說就是這個了 是因為它真的很快嗎 就是它真的很快很減變 就是它達到你自己心裡面覺得說就是那個的標準 就是說你很難再拿掉什麼步驟了 對它是等於是一個沒有辦法更簡單 所以它是一個拿掉步驟的過程 就沒有辦法更簡單了 對 OK 好 我們剛才講到那個黑客精神 我們剛才說那個自行車自行牌那個 對 其實我覺得你從青少年到現在一直都帶有那個黑客精神 對 所以這個黑客精神就是有些時候也不限於工作上面 就是在你印象裡面就是你曾經在日常生活裡面展現黑客精神的 就是過去的一些經驗有嗎 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就是生活上面 嗯 嗯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大部分的人 像剛剛講到的 就是會有一些社會的規範嘛 會去習慣這個社會的規範 對我來講社會規範它不是不能夠去配合 但是對我來講隨時都在找說有沒有什麼新的對大家更好的規範的可能性 嗯 所以這也許可以說是一種黑客精神吧 嗯 對 那我之前常常舉例就是說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就是燃鹿山的就是9號 那我的這個office hour 那這個office hour裡面當然有工作的部分就是大家來談工作 對 但是也有很生活的部分 好比像說像我常常會舉例說 我們有在一樓的一側是男生的跟女生的洗手間 在另外一側則是無障礙跟不分性別的洗手間 那所以這個概念其實就不是傳統上面說 一定要這樣或者是那樣 它是一種好像全部都可以就是inclusive 那任何人在這個setting裡面都會覺得還蠻安全的 覺得他不管偏好是怎麼樣 大概都會覺得蠻安全的 所以雖然說這不能說完全跟工作無關 可是我覺得這個可以體現一個你剛剛講的黑客精神 就是不是特別去選一邊說我要倡議什麼 或另外一邊說我要反對這個 而是說那兩邊都很有道理 所以不如在生活上面我們就都配合大家吧 就選每一邊站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是等於是隨時隨地都會是這樣想的 就是談到生活裡面一些大家很習以為常的空間運用 其實也可以用照顧每一方的那種思考 對 還有嗎 好比像說像戴口罩 對那我從一開始就把戴口罩當做一個梗 對 那所以你要說這個跟工作無關也不是無關 因為畢竟粉紅口罩現在全世界很多人知道了 對但是我會很有意識的就是去配合那個場地的需要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今天這個口罩可以表達出怎麼樣子的生活的想法 對那所以不管是彩虹口罩也好粉紅口罩也好 每一個不同的就是大型的活動所屬的口罩也好 我大概都會把它想成是一個message 就是它是就是跳脫這個空間本身要求的那種衣著打扮 因為口罩是可能最自由的一個部分就是你愛戴什麼就戴什麼 對 那而且它可以有一個就是傳播力 就是大家發現說這個有彩虹口罩可以戴 所以就這個興起了一波這個到底唐豐帶彩虹口罩要在哪裡買 等等的這些這些概念上 所以這些大概都是說本來不覺得說口罩是有什麼自我表現的意義的 但是在疫情發生之後那整個台灣社會都發現到說 誒這是自我表現的一個絕好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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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個畫布吧這樣子 對所以你有很多種口罩嗎 有啊有啊就是會按照情況搭配這樣 那你最近戴過哪些在哪些場合戴過哪些不同的 對像就是去跟就是小英去跟蔡英文總統談這個疫苗預約系統的時候 那我會很一致性的都戴彩虹口罩 那這個彩虹口罩當然後來也有拍嘛 也有也有在媒體上面看到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在傳遞一個比較比較正向的一個訊息 就是是有創造力的有各種不同可能性的 因為畢竟講到疫苗之前是一個可以說是焦慮跟恐慌的情緒為主 對那如果我就是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反映出這種焦慮跟恐慌 那這樣這個平台大概就沒有辦法讓大家安心 所以我會很有意識的就是去用彩虹口罩來展現出一種多元的 各種可能性的有創造力的這樣子一種做法這樣 之前我在就是同樣的場合就是總統府了大概也是戴彩虹口罩就是總統被黑客送 對所以我等於是比較有意識的把這兩個把它連起來 對就是一個雖然很困難的挑戰但是是大家發揮創造力的很好的時候 如果這就是常生活來講的話就是比如說吃的東西方面你有展現黑客精神嗎 還是就不太好 就如果有人問我喜歡吃什麼我一向都是說碳水化合物啊 蛋白質啊 脂質啊 對 跟你吃的一樣 跟你吃的一樣 那你說黑客精神這也可能有一些黑客精神 對因為你形容的方式跟別人不一樣 對就是把食物這個變成是它對身體的價值 對而不是什麼別的這樣子 對 這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就是這個 這個我是第一次聽到人家這樣講 是是是 所以你當初第一次講的時候心裡在想什麼 就是把它簡化成就是這三項 可能就是在講共同感受嗎 因為食物是非常有品味的一件事情 其實品味taste就是從食物這邊來的 它在延伸到別的領域去用嘛 對 所以一個人的taste它幾乎一定會把其他人隔開來 因為很難有兩個人口味一樣 而如果對這個口味品味有比較刁鑽的要求的話 那其實就是只能跟有類似品味的人討論啊 那其他人就是更被隔開 但是因為我的工作也好我的生活也好 都是盡量建立在共感上面 對 所以taste這種最難有這個共感的地方 就是假設你的taste跟我不一樣的話 最難有共感的地方 我在想就是怎麼樣把它變成還是可以有共感 有個最大的共感 那就是它的營養價值嘛 大家吃食物最後還是要填飽肚子吧 對那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化約到說 欸那我跟你還是一定有共感的這個地方 對 這太有趣了 這個就先問到這邊 之後如果想到什麼我再來問 好 我們還是談一下回頭再談一下時間管理這件事情 因為知道目前是用番茄 番茄醬 我想要講番茄醬 番茄醬是最後一秒鐘 番茄醬工作法 但是在之前有試過別的嗎 有GTD嗎 GTD其實也一直使用 就Getting Things Done 對我用GTD還在番茄醬之前 番茄醬大概2010年用的嘛 GTD更早 所以對我來講 GTD它的好處就是想到什麼立刻記下來 那記下來之後就不再去想它 然後等到空閒的時間再來整理接下來要做什麼 所以就是可以把自己的那種匆忙焦慮的感覺 完全外部化掉 完全落地 那但是GTD到了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新的技術 可以說所有人都知道的技術 所以並不是什麼特別的 OK 但是你有病用就對了 現在還是病用 對 現在還是一起用 OK 所以你接下來是記在哪裡 OmniFocus 它是一個APP 也用了很久 好 下面要談閱讀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的日本編輯問的 因為你知道它在一個紙本為主的出版社裡面 所以他在問說 您覺得在未來 這個就是未來 紙本的閱讀仍然是必要的嗎 嗯 紙本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紙本的書 就是像一般在書店裡面 那電子紙算紙嗎 電子紙 就不是 就紙本 就純粹是紙本的閱讀 那我覺得電子紙會取代紙 嗯 你覺得會取代 對啊 現在的電子紙的問題 大概都是它旁邊還要像一圈玻璃嗎 等那個拿掉了 那就你手上的筆記本按個鍵 就可以變另外一本書 都可以之類的 所以你會覺得就是 就是 閱讀就是 一些文字在載具上面的一個結合 所以那個載具不管是紙本 或者是電子紙 你覺得都可以就對了 對啊 因為現在玻璃的表面的最大的問題 一個就是說它書寫還是沒有像在紙上那麼順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畢竟是發光體 那跟我們反光的閱讀習慣還是有點不一樣 對 但是接下來的技術 它反光又能夠快速的反應你的筆記書寫 其實已經都是成熟的科技 只是比較貴嘛 那等到它比較便宜了 完全可以想像電子紙把紙完全取代掉 嗯 就你自己的閱讀歷程來說 你覺得 當然在電子紙還沒有那麼普及之前 其實 你基本上還是讀紙本 就是你比較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其實還是讀紙本 就大概12歲以前 對 那你自己現在比較起來 就是說在紙本上的閱讀 跟在後來比較在螢幕 螢幕 螢幕上面的閱讀 你覺得這兩個人在閱讀上面的 怎麼講 就是 擷取資訊的方式 以及後來它整個閱讀的一個 你的體會 跟它的收穫 絕對有不一樣嗎 對我來講 就是電子載具 最大的一個比紙本的好處 就是全文檢索 對 那我到現在都已經覺得沒有全文檢索 我不知道怎麼閱讀 因為對我來講 我快速讀的時候 就是在記一些關鍵字 以及他們概念之間的連結 但是我那個記並不是攝影師的記憶 所以我未來需要用到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全文檢索 我沒有辦法回到那邊去 對 那紙本的話 它就算後面有索引 它也不一定每個主要的概念都索引起來 對 那所以就是紙本的索引有它的極限 而大部分的非學術性的書 根本不變索引 那這樣子的話 我根本不知道翻到底幾頁 對 所以你主要是索引在全文檢索 對 可能這是最大的差別 可以知道你電子輸的收藏 現在有多少本了嗎 這很難講 因為網絡網路上每個網頁都算了 對 但紙本 不是紙本 就是說固定的一個抬頭 那樣子的收藏 比如說你電子輸櫃裡面的 可能很難這樣算 因為對我來講 就是如果它是開放知識 那我不會特別把它算作書櫃 它只要有網址就可以了 OK 就是一個網頁 就算它網址不見了或下架 我去Internet Archive 就可以看到它的存檔版 所以可以說是整個Internet Archive 或整個搜尋器都是書櫃 所以我沒有特別覺得 好像我現在閒下來要翻書櫃裡的某本書的想法 完全沒有 現在是說我閒下來對某個關鍵字想要探索 是這樣的想法 OK 所以其實比較你的閱讀跟關鍵字就是連在一起的對不對 就是變成書它只是關於某些關鍵字的描述的載體 那書的每一個段落跟其他的書的類似的段落 它是有戶文嘛 就是 對 那Intertextuality 那這個戶文的關係 橫向的關係 不弱於這本書本身的關係 嗯嗯嗯嗯嗯 我了解了 就像你對知識的理解 對 也不是一個分門別類 就是不是線性的 對 不是線性的 所以 與其說是閱讀 不好意思喔 打斷一下 怎麼了 電池也不是線性的 對 QQ 電池也忽然沒電 所以我可不可以說 就是對你來說 閱讀不是 不是閱讀一本書 而是理解 你所要理解的關鍵字 對 可以這樣理解嗎 好 好 那這樣我就 我就能夠 嗯 充分理解 嗯 好 那我要來談一下 知情合理這件事 嗯 因為就在之前的訪談呢 嗯 OJ曾經有提到過 比如說你之前看過 憤怒與希望 就是 往際網路時代的 社會運動 你看過那本書之後 你就一直很想有機會 可以 嗯 以一個 嗯 自通訊的專家的立場 能夠 嗯 看怎麼樣運用裡面的知識 那後來剛好在太陽花的時候 對 所以就是說 你在看書之後 就是你 你會覺得說 要找機會去實踐 書裡面所講的 到底這件事情來說 對你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歷程嗎 嗯 嗯 對 就是說 它是發散修煉發散修煉嘛 就是說 我會先 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一陣子 那 接下來就會 發生說 那我要跟別人說 我做了什麼 到底要怎麼講 所以又必須要稍微修煉一下 就剛剛講的系統化 那 這個系統化的過程 那可能會看很多書 那這些書裡面都會提到很多別的可能性 所以我就會想說 那接下來又再繼續去做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然後再修煉 再發生 再修煉這樣 嗯 發生的部分我可以理解 修煉的部分不太理解 對 好比像說 像 在疫情過程裡面 的一些 對應的方法 社會創新 那最後我是修煉成 Fast, Fair, Fun 對不對 就是快速公平有趣 對 那這個就是修煉嘛 因為它非常非常好記 對對對 對 那或像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的 省力安心 那英文可能叫 Swift and Safe 那同樣它是兩個很精確的概念 但其實那是已經做了不知道多少事之後 收起來的 對對對 了解 嗯 嗯 那以 嗯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 曾經看 就是 那個雅清姐的書 其實也提到 其實你小時候很喜歡做各種各樣的實驗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種 看完什麼去做點什麼 想到什麼做什麼這件事情 是你從小一關的習慣 對對對 那我很好奇 比如說小學階段 嗯 看到什麼做什麼是 可以有哪些做法 就可能會做些什麼事 比如說 做實驗的那種範圍 或者是領域之類的 對 其實因為當時我身體不好 所以其實很難真的出門嘛 對 對 所以大部分都還是在電腦上面為主 像剛才講到的 在電腦上寫很多不同的遊戲 然後試試看各種不同互動的方式 那再大一點 小學六年級 開始接觸到BBS 接觸到網際網路 那就可以試著自己架站呢 或者是在當時的一些 就是多人的那個遊戲空間裡面 把看到的一些想法 或者學到的一些城市語言 那就寫成大家都可以來體驗的遊戲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創造一個空間跟寫一套遊戲 其實是非常類似的事情啦 可以說是兩種不同的講法 在講同一個 那創造一個空間之後 當然就可以在裡面跟別人互動嘛 那又看這種互動的方法 再去想說 那接下來可以用什麼新的方法 來營造這個空間 所以可以說是 並不是個人性的實驗 而是說大概都是社會性的 那這個社會性 也不是說我講了算 而是說我提出一個可能性 大家試試看這樣子 創造一個空間這幾個是常用在你的各式的仿台裡面 對 所以創造一個空間對你來說 比如說除了 你剛才說可能跟寫一套遊戲是類似的 然後可能也跟比如說你 在網路上跟你的互動是類似的 然後可能也跟你 比如說你在社創那邊 其實你也是在創造一個空間 所以對你來說這件事情 在你的人生裡面 就是至今的人生裡面 在各個階段 你曾經有做過哪些創造一個空間的事 當然我們PEDES 就是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就是一個空間 特別就是用空間 特別就是用空間這個字 那我會覺得說 像我們說口罩實名制 檢訊事件制 或疫苗預約制 等等這個制度的制 其實它也是一個空間 就是它蘊含著一些人跟人之間 新的互動方法 對所以我會覺得不特別去想說 這個空間一定要是一個物理空間 而是說大家彼此之間的互動 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出現 而這個新的可能性又變成新的習慣 那這樣子的話也是一種空間 所以空間的意思可能比傳統上物理空間要來的大 對 它比較是說人跟人互動的一系列的習慣這樣 所以像這個 你覺得 當然它不一定是物理的空間 對 但是 如果這樣看來 你所謂的創造一個空間 通常也是跟網路 跟比如說城市 因為城市設計的互動也是脫不了關係 對當然因為畢竟我不是室內設計師 對 所以我比較難說用這個物理的空間去做很大的變化 那但是網際網路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創造出來的這些城市是什麼 別人都可以改嘛 對 口罩地圖就100個版本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是一個拋磚引玉 對 那我覺得這個跟空間上面一個建築師 一個室內設計師是有很大的不同 就我在同一個場域 我做了室內設計或建築 除非我一開始就把參與設計進去 不然如果要改變的人 除了拆掉之外 沒有什麼別的做法嘛 對 那但是網際網路它內在的那個特色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不再拆掉別人的情況下 複製一份然後自己是一個新的變化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建築材料 它的賦予每一個創作者的自由是最大的 也就是說我只要答應不去告 改編我的作品的人 其實我只要答應不去告他就可以了 那在這個之後 其實我也不對他有什麼主宰權嘛 他也可以隨便再去改他這樣 那為什麼創造一個空間這件事情對你這麼重要 因為對我來講 如果沒有一個空間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進行共同創作 所以就是說創造跟空間並不是線性概念 它是互相生成的兩個概念 就是說可以說是我願意踏入了空間 就是有共同創造可能性的空間 而這個創造出來的東西 又是這個空間本身的新的可能性或新的空間 所以可以說是創造跟空間 對我來講才是主體 才是活著的 才是活著的 那我可能就是創造跟空間的一個載體 所以我常常說 未來透過我們而來臨嘛 然後均勻的分散等等 大概都是把自己當作載體 而不是當主體的一些想法 對 所以感覺起來你並不會去像那些隱修室 去個山洞裡面面閉18年之類的 對因為就是當然如果有網際網路 也不困難 其實是很容易的事情 對 我覺得都會網際網路 我覺得這一兩個月 大家雖然三心警戒 可是在家日子 並沒有覺得真的是與世隔絕 對啊 網路當年設計出來 網際網路設計出來 就是為了說可能有核子大戰之後 人沒有辦法移動到處都是輻射層 就是說我們說 Internet was built for this 就是他當初設計的時候 就是為了現在這種情境設計的 對 所以就是幾十年之後 有實作的 對 實作的機會 對 了解 好 我們這個書啊會有 大概每個端都會有一些假想題 對 然後假想題你就請您盡量發揮創意 對 這個關於學習的假想題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還是國高中生的話 你可以自由的安排一軸的課表 對 就是那你會怎麼安排 你就全部都排自學啊 對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每天早上醒來 這樣子 比如說包括 因為現在其實我是視訊你教學 其實你就是可以這麼做 對對對 那所謂的就是自學的話其實也是 不用任何計畫嗎 對 就當天醒來想到什麼 在排當天的嘛 想到什麼做什麼 然後幾點醒來也沒關係 對啊 就是睡到自然醒 然後晚上不要太晚睡 中間就是醒來想到什麼在排 好 了解 完全是隨遇而安的狀態就對了 是 好 我覺得你這樣很可能 就是如果有國中小學 就是 就是票選教育部長 這樣很可能會變成教育部長 真的真的 自由度最高 自由度最高 對 那如果是大學生也是這樣嗎 也是一樣的 其實對我來講 只要在一個能學習的環境 用自己舒服的步調 那到最後一定可以創造出知識來 那如果要預先排未來的課表的話 反而會被就是過去排課表的時候的那個東西所限制 我了解 所以要學什麼其實有可能今天想跟昨天想的不一樣 一定不一樣 醒來都完全不一樣 那在探索的過程裡面也可能 越做越去 也可能做到一般就覺得沒什麼 就放棄了 對啊對啊 但只要探索的過程是跟社群一起或是公開的 那這樣子就算中間折返或什麼 那也是給別人的養分嘛 嗯嗯嗯 了解 可是我覺得在在Audrey的自學經驗裡面 其實社群一直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陪伴者 對 所以還是要會交朋友啊 不會交朋友的話 不就是就是真的非得自己自學了嗎 對啦但是交朋友現在透過線上的話 也可以用自己舒服的步調跟習慣嘛 不是像以前面對面的時候 你受到那個空間限制 一次只能就是跟幾個人相處 所以到最後就會變成是 可能你關心的事情 一萬個人只有一個人關心 那這樣你要先面對面見過一萬個人 才能夠找得到朋友 這當然就很困難 對 但是在網路上透過主題標籤 關鍵字也好 等於這些萬分之一的人已經有社群了 那所以你只是加入他而已 嗯嗯 了解 那如果講到交朋友的話 就是回到我剛才就是回溯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你14 15歲的時候 你心裡就有個疑問 為什麼在實體的世界裡面 要建立信任那麼困難 對 而在網路上面卻好像很容易 嗯 所以你後來的答案是什麼 嗯 當然一部分的回答 就是剛剛講到的快速公平有趣 對 就是在網路上可以快速的 得到多方的訊息跟回應 所以建立信任所需要的那個 即時收到回應的這個時間變短了嘛 對 那第二個是說在網路上 尤其在如果大家都是公開的訊息的情況 很容易可以看到說我的貢獻 那不會被別人抹滅 那別人的貢獻是在我的貢獻上面建築的 那只要這兩個一發生 就是我是公開的 而它是建築在我上面 這也是公開的 的話 那雙方的互信就非常容易建立 因為不會有誰收割誰的問題嘛 對對對 那最後就是有趣 就是如果我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從內在動機出發 而不是像你剛剛講說在實體空間裡面 總是有一個權利者 比如說老師 你要做什麼是以他的中心出發 那樂趣就是每一個人自己 自己內在的動機出發 那這個時候當然就很容易互信 因為我不會覺得說 欸我信任你結果你愛載制我 事實上你隔著螢幕也很難載制我的情況 所以就是是一個保持樂趣的情況 所以Swift Trust它會產生的一個前提條件 我現在覺得就是快速公平有趣 三個同時齊倍的時候 這個信任就很容易建立 OK 那中間那個去中心的話我覺得也很重要 當然當然 那個權威 因為老師在教室的權威 基本上是從小學到大學其實都還是 對對對 那就沒有剛剛講的樂趣 也不是一個平等的狀況 除非跟老師關係好才會有樂趣 對對對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樂趣跟平等是串在一起的 那是真的 所以下一個大的主題我們就來問工作的事情 那我覺得就是Audrey一路走來 其實工作對你來說好像都是工作來找你 好像比較你似乎應該沒有投過履歷去找工作 你說求職嗎 沒有從來沒有 應該是說有試過求職網站 但是沒有任何一份工作是因為那個而來 OK 對 所以 那所以 對你來說可能求職跟工作的還是分開的 對不對 因為求職是一個 對 一般人會有經歷 可是對你來說可能那個 那個不是 不是你找到工作的管理 以求職網站來說 好比像說我也有去登入LinkedIn 當時可能是2009、10年左右吧 對 我會登入是因為 好像我的一個同事希望我幫他寫推薦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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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應該之後就沒有了 對 其實當時的工作在Social Text 一個同事希望我幫他寫推薦 所以我註冊一個帳號幫他寫推薦 那但是因為LinkedIn一註冊之後 當然就會一直有源源不絕的那個獵人頭的那個信過來 我直到現在都還常常接到E-mail 說這個我們要開發一個什麼新的加密貨幣 你要不要來加入團隊之類的 我大部分不去理他 偶爾會回說 對不起我現在工作很忙 我在當數位職位 對對對 有啊我有看到你在LinkedIn的意思 對對對 所以還是有了 但是沒有任何真正意義上一份工作 是因為PO這些而來 你覺得為什麼就是會這樣 因為你起來跟一般人的歷程不太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你可以 我的問題具體來問應該是說 為什麼可以不用透過一般人求職的管道 就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對你覺得 因為就是前幾份工作都是創業啊 創業按照定義就是 就是不等別人來錄取你嘛 對啊 所以應該想說 對我來講創業是很自然的 那因為前幾份工作都是創業 那接下來就算不是創業 也是類似內部創業 對 好比像說現在這份工作 對 那所以透過這樣子的看法 就不會變成好像我要去找一份工作 而是說我現在覺得有哪些事情 值得來一起學習一起創造 那如果那個就是我們說因緣俱足 就是說當時的環境這個時間點是對的 那自然就會有人願意提供資源來做這些嘛 嗯嗯嗯 所以對你來說創業是自然的 是從你過去的經歷來看對不對 對 對因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創業啊 對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呃 如果今天呃 就是創業是自然的這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是因為呃 呃 呃 我應該這樣問 就是說呃 在你小時候其實你並沒有想到自己會變成一個創業家吧 嗯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我為什麼第一份工作就是創業 是因為 像剛剛講的在網際網路上面 任何人看不順眼什麼 都可以直接去改造 對 所以我當時看不順眼的是什麼呢 是我擔任作者一起寫書的出版社的電商的網站 哈哈 就是在資訊人的那個網站呃 呃他們賣書的那個做法 我覺得可以更好 嗯 所以我就架了一個類似野生官網這樣的東西 嗯 對 那又把這個再延伸提了一些計畫 對 叫Cyberi 然後當時資訊人的賀員就看到這個野生官網 那就類似政府看到G0V的感覺吧 經驗的感覺 對他沒有覺得說好像是不好的 他會覺得說 那不如這個人就找來當技術總監 對那 但是因為當時 我為什麼沒有去當資訊人出版社的技術總監 是因為資訊人正在改造 從出版社變成軟體公司 對 所以我去之後就變成等於共同創業 就是第二期的共同創業夥伴了 對 這樣的概念 所以才會說第一份工作就是創業 欸可是野生官網那個部分 嗯 就是沒有得到對方的任何資源就自己加起來 對啊 因為我自己當時正在學HTML 學家網頁 對 所以我第一個練習的就是 我自己擔任共同作者的書的出版社的網頁這樣 嗯嗯嗯嗯 謝謝 所以你一起玩之後你給他們看 不是這樣就公開啊 就公開 對啊 可是裡面不是應該要連結到他們的一些資源 嗯就他本來看燈什麼我就靠過來 所以就是類似萌典的教育部做的事情 因為在網路上做這些沒有成本嘛 但更好的版本 對那他能夠決定的只是要不要告我嘛 那他決定不要告我而是一起創業嘛 就這樣 好我知道了 所以不能說沒有成本 有的是你的時間 就是你是用時間 可是那是我學習的一部分啊 我無論如何 因為我要做習作 無論如何得 花出這個成本才能學到東西 所以again就是那個實作的部分 真的是你學習立餐裡面非常重要的環節 對對對 沒有動手做應該就不太會完成 因為你沒有架一個公開的網站 你根本不知道別人怎麼跟你在互動啊 對對對 的確 好我了解 所以對你來說其實 工作這件事情 對你來說就是直接等同創業嘛 對啊 所以並沒有上班族那個環節在裡面 就從來沒有想過那件事情 對 OK 那在你看到上班族 或是你覺得上班族他的 受到的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為什麼上班族 不會是你想要做的一個工作 那個身份 應該是說 上班族 如果把它想成是一系列限制的總和 好比像說一次只能在一家企業工作 而不能同時斜槓或兼職 或者是說固定的時間上班跟下班 而不能夠自己彈性的調配時間 或者固定的場所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大概都已經放鬆了啦 對 所以說上班族對我來講 並不是一個認同 而是一系列的限制的總和 對 所以當然真的要講我是公務員 可以說是在台灣的這個社會裡面 最不受勞基法保障的 就是限制更多的一群人 那但是即使是在這個工作場合 我都還是盡可能去跟權序部 或者跟人事行政總處去講說 但是我還是要兼職 我還是要寫專欄 我還是要在國際的社創組織擔任理事 當然沒有薪水等等 那等於是說很有意識的 把每一個限制的突破 當作是不是為我自己突破 而是為整個公務人員的體系 如果在不影響本職工作的情況下 應該要可以兼職啊 應該要可以自己挑工作的環境跟時間啊 那應該要可以在這種比較橫向的 而不是完全縱向的指揮體系工作啊等等 所以對我來講這些限制本身 我不會覺得它是我的認同嘛 我幹嘛去認同那些限制 但是我會尊重那個限制它存在 它想要達到的那個價值 然後用一種新的方法去達成那個價值 但是這個其實也是創業的精神啊 這就是市場有一個需求 那你要滿足它 再有一個新的方法去滿足它 這樣 所以就是上班組這三個字 對我並不是身分 而是就是一系列要一一去 不敢說是挑戰 一一去跟它對話的一些限制 嗯 了解 所以你應對限制的方法是 去體驗 去去了解那個限制後面 手要體現的價值是什麼 對 然後用另外一個方式 對 就是去實踐那個價值 對 不要受限於太多 就是說價值我認同 但是這個限制我也比較認同 OK 我了解 嗯 那現在的工作當然是這樣 因為就是 就是一個公務員的一個生態嘛 嗯 但我從 上一回我們的訪談 還有就是一些資料裡面 就是我有感覺到其實在 一直以來 雖然說你說一直在創業 不管是自己創業或者是 比如說我想加入social text 我其實也有意識感 稍微感覺到 social text 那個工作環境 是你非常開心的工作環境 是 所以 呃 可以再回顧一下嗎 就是說那邊那個工作環境裡面 你覺得為什麼 你會覺得說是一個開心的工作環境 就剛剛講的權力的對等嘛 對 然後樂趣嘛 嗯 然後快速的回應 這些當然當然都很重要 舉例來講 像 因為social text 一開始就是做類似維基百科 但是給企業用 對 我剛加入的時候呢 剛好在我前面一點點 呃 他們的CEO換人 對 那Eugen Lee加入 成為新的CEO 那Eugen Lee 做任何CEO會做的事情 就是一對一的去跟每個員工 討論說他對現在的工作環境 有什麼不滿啊 有什麼想要加強的啊 之類的 這標準的管理學的做法 對 但他沒有發現 一開始也沒有料到 跟他對話這些員工 把他們的答案 都開了共筆 所以 就是說 傳統上CEO 他其實是 在那個資訊 不對稱的情況下 他掌握這個話語權 對 但是這就好像說 老師一對一的考學生 結果學生全部的答案 都是共享的 對 那這樣的話就說 這個橫向的連結 對 就變得非常的強 對 對 所以到最後就變成 我們整個工作環境是 靠大家共筆來達成 對 這個文化讓這位CEO 不得不融入 現有的這個 維基百科的 共筆的文化 因為他沒有什麼 別的選擇 他難道阻止員工 傳訊息嗎 這不可能 我們的 我們的工作本身 就是做共筆軟體嘛 你不可能禁止 員工用共筆啊 對 就是誰開始的 就是想讓我們來共筆吧 就是 好像是很自發 就很多人都一起 那因為裡面有很多 都是我的好朋友 Pearl圈的好朋友 那 我在加入Social Tech之前 其實也已經擔任過他們的contractor 就是都已經接過一些案子 就是都已經接過一些案子 對 所以其實這個文化是絕對是共享的 就是很熟 其實也不是我找工作嘛 那我只是說 那我現在想要切換成原具 對 那馬上就Social Tech 我的好朋友 就來找我說 那不要一起來創業 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說 當時的這個文化 包含Social Tech的請假的那個規則 人資的規則 也是一起寫出來的 那簡單來講 這個Social Tech的請假規則 就是 Be an adult 當個大人 就三個字 對 既不要請太少的假 一開始對你自己不好 長遠來看對大家都不好 也不要請太多的假 短時間對大家不好 長遠來看也對你不好 反正就自己決定 就只有這樣嗎 對就這樣 就沒有一年說什麼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就完全彈性 對 所以就是說可以說是一個 就是非常具有 彼此信任的這種 特質的一個團隊 你覺得Social Tech可以做到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根本就是 明日公司管理的典範 尤其就是 不管是在台灣日本 其實公司的管理都是很嚴格的 大部分是在嚴格的 所以 但是你剛剛提到有一點 就是說人資的規則 其實大家一起想出來 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基本上就是一個創新 一般人資不就是要管大家的嗎 對其實在同一個時期 矽谷有不少公司也是這樣 比較有名的Netflix Volve Github 等等都有類似的想法 所以那時候是一個風潮 那是一個風潮 所以落實至今 你覺得那是一個好的 就是PARTIS嗎 就是 當初Social Tech的那些 到現在 我們的同仁的考基 都是自己寫 他寫什麼我都簽名 價單也是 OK 這個考基不是有主管評的部分嗎 對 我就每個人都寫一樣 就合作愉快 貢獻良多 這樣 了解 好 我知道 所以你有應用 對啊 那個細骨精神應用過 對 因為我們的團隊的特色 就是每個人都來自不同的世界觀 不同的部會當然 不好意思 不同的部隊當然看中的東西不一樣 那就算是民間來的這些專家 每個人也是有不同的專長 所以基本上不可能有兩個人 你可以放在同一個尺度上是比較 沒有這種事情 那所以就是除了自己給自己打分數之外 也沒有什麼別的做法 嗯 可是有些時候不是 組織裡面會有些規定 比如說獎勵的資源只能給百分之多少的人 但我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每一個人是不同部會來的 喔 OK 所以他們不會有兩個人競爭同一個部會資源的這種事情 那會有一些部會他習慣上不能打超過86分 對 那這些都是他自己決定 對 反正他來我就簽 OK 好 那我知道了 原來如此 嗯 那對你來說比如說如果像這樣其實 嗯 我的理解就是你想做的事情 嗯你就找一個合適的公司去做 其實比較是這樣對不對 嗯 有時候不一定是公司嘛 像蒙點就沒有公司嘛 對 就一個合適的團隊或組織 對 OK好 所以工作人員來說其實就是你想做的事情跟團隊 總統的結合 對 所以他不一定非得是一個什麼樣法定的形式 對 很多時候都不是法定的形式 所以也不一定要在矽谷不一定要在台灣不一定要在哪裡 對不對 就是保持通訊就可以了 嗯 OK 所以有些時候你會回顧嗎 嗯 比如說我40歲之前我做了多少了不起的專案之類的 就是那樣的回顧跟檢視 沒有啦有很多專業的人這樣做 不需要我來做 沒有 我也不做多事 嗯 但對你來說完成就是完成了 就是工作其實就是很多專案的進程 對 然後完成就完成就看下一個 你也不太會回顧前面的嗎 對 其實這次我預約系統很不習慣 是因為它那個全稱太長了 就什麼COVID-19公費疫苗預約系統 或者它變成醫院登記級預約系統 可能太長了 嗯 所以很多媒體都直接寫唐鳳系統 對 對 甚至一些縣市長可能因為跟我一一對談之後 覺得這個系統不錯 後來他出去講也都說唐鳳系統 對 這個我們是開了多少快打站 來讓唐鳳系統怎麼使用這樣 所以結果就是說很多朋友他碰到問題 不是打1922 雖然我們網頁上都寫打1922 以及一個專線嘛 就直接打在我們辦公室 對 要你解決 對 很多同人變輪班新人 接很多本來應該打到1922的電話 對 但這個我真的不太習慣 因為以前沒有這種冠名的 對 對 簡訊實驗制也好 口罩實名制也好 在前面的Join系統也好 什麼每個V台灣也好 每個都有他自己的名字 對 但不知道為什麼疫苗預約系統 就沒有自己的名字變我的名字 但是一開始了 你要對那個記者 抗議一下 對 但是就即使是這樣子 我還是不覺得 我有主導權 我們現在也 每個縣市的需求 什麼都回到CDCCCC的那個體系去 所以 畢竟這個系統的甲方還是疾管署 對 所以我們可以說 一開始就是 百費待薪的時候 我們自己來試 一兩輪怎麼操作 對 但現在已經很穩定了嘛 對 所以就都回到機關署跟指揮中心 所以 你剛剛問我說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會覺得說 好像是我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即使是他現在被冠名 我也覺得說 那就是一個創作啦 等於唐鳳兩個字 就算按在這個系統上 跟我的關係也不大 那我現在就在想新的事情這樣 OK 所以我感覺你的眼光都是向前的 其實你不太回頭看什麼事情的 因為系統很穩定啦 我一直會回頭看看嘛 那不是系統 我一直說不只是系統 就是對於過去的一些 是 總之就是 可能年紀還不到 也許到了某個年紀之後 很多人就會開始回頭看以前的事情 而不是看以前的事情 我覺得隨時創造新的東西 是我的習慣啦 那話說來你今年也百四十而已 對啊 下次再來問你 你心情 八十歲再來問我 對 了解 這邊其實也是我們的日本編輯想知道 就是他想知道說 對你來說工作跟生活 是有需要達到平衡嗎 還是要怎麼平衡 因為對我來講工作就是創作 就是剛剛講的 對 所以對我來講生活就是 我並不是時時刻刻都一定要創作嘛 也有放鬆啊 休息啊等等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節奏 但是這個節奏 跟其他就是 所謂剛剛講上班族 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說這個節奏 什麼時候發 什麼時候收 大概就是以當下的心情來決定 所以並沒有一個很固定的說 幾點幾分就變成工作 幾點幾分就下班 但是我會用空間來區分嘛 然後鍵盤不要帶到休息的地方等等 那最後一題來談談 還是要談一下AI的事情 我知道你已經被問到有點煩了 因為之前大部分人都是關心說 自己的工作會被AI取代 然後有很多恐慌 或是AI會被控制人類之類的 那如果今天我們是 換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未來我們怎麼樣跟AI一起工作 對這件事情的話 我不知道你的想像會是什麼 其實就是AI對我來講 就是輔助式的智慧嘛 所以什麼是輔助呢 就是把人跟人連接在一起嘛 所以我們都有戴眼鏡 但是眼鏡一定不是主宰這個 談話的對象 它只是輔助我們把彼此看得更清楚 所以對我來講 AI發揮功能的地方 就是在本來因為時間空間等等的限制 人跟人之間無法連結的 把它連結 人跟人之間無法共同創造的 讓它能夠共同創造 那只要AI一直是處在這種 連結人跟人的這個狀態 就沒有取代的問題嘛 因為AI發展的越強 人跟人之間的連結也跟著越強 這樣 這個在各個領域都是這樣嗎 當然啦 對 可是如果是在 我講一個特定的情境好了 就是比如說律師事務所裡面 你覺得如果今天他們有那種 比如說法律的專家系統 就是引進去之後 你覺得那個對他們想要有事於從事法律的人 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嗎 當然第一個說他不用在自己背那麼多東西 這就類似全文檢索 只是一個更強的全文檢索 就是他可以推測你的意圖的全文檢索 但是最後檢索出來的運用還是人在運用 所以可以說是裡面機械化的 就是每個人來做都一樣的部分 那當然交給AI做 但每個人來做不一樣的部分 你如果也交給AI做 那這樣就會有AI取代人類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很容易區分嘛 就是每一個人他在工作裡面 總有一些他在做的時候覺得 他跟別人每兩樣只差在速度跟正確的程度 所謂異化的那些環節嘛 那有一些是他真的覺得 他在應用他全部的經驗跟所學 有創造力或者跟別人溝通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他越靠近人 那這一段就越不是AI做的嘛 他越靠近機器或越靠近這些資料 那當然就越可以給AI做 大概是這樣來區分 那你覺得如果在一般的 比如說公共事務這邊這個領域 比如說就像您現在目前日常處理的情境 或是一般的公務員 日常會處理的情境 你覺得AI可以幫上忙嗎 像剛才有講到說 我們如果要去傾聽很多人的話 那在這個傾聽裡面必然就會有 你剛剛說這個 是不是每一個來的都是資訊 會不會有一些雜訊嘛 那這個雜訊跟資訊的區別 要怎麼樣區別呢 一個想法就是所謂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大家可以推文可以虛文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來擔任 一部分來辨認資訊的地方 但是怎麼樣子比較好的 就是讓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 可能是有價值的資訊 然後把這些高度重複性的雜訊 可以就是全部包成一包來處理等等 這個部分是有AI可以幫忙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網路論壇 現在都已經在使用說 如果你的留言跟前面的太像 那他就會跟你說 前面已經有討論過這個 要不要先去看等等 那這個也是一種輔助師的智慧 就是他到最後不是剝奪掉你的創造力 而是先告訴你說 你的這個創造 如果先接上哪些資訊的話 這個創造對全體來講會比較有用 所以他擔任是連結資訊 對就是一個facilitation 然後去過濾雜訊 對引導促進的一個角色 我剛好前日在看那個 就是人性教導那本書 他剛才講到脫離測試 那是 對對對 然後也講到說其實現在在心理師的那個 心理諮商事領域裡面 其實也開始在測試那個AI的心理師 對啊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甚至有一些系統 就是說也已經開始上線了 然後你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比如說在心理諮商這個領域裡面 你覺得AI可以幫到的忙是什麼 當然一方面是說就有點像照鏡子嘛 就是隨時都可以有一面鏡子 然後讓自己更了解自己 但是也要注意到說這個鏡子 它就像眼鏡一樣 它還是要為你的最佳利益而服務 其實心理師醫師為什麼我們會願意 把自己很多的隱私告訴對方 就是因為相信對方是以你的最佳利益而行動 而不是為廣告商或是什麼這個股東的利益而行動嘛 所以也就是說在這裡面 AI它能不能夠被它的使用者了解 客製化或者是進一步的 在真的有一些就是bias 有一些它內涵的一些歧視的時候 能夠及時的去修正 那這些大概都是我們來檢視一個AI 它是真的在幫這個人 還是是在主宰這個人 如果它隨時你都可以去調整它 可以了解它 就像你的眼鏡壞掉 隨時去就是巷口的眼鏡行也可以修啦 自己拿個什麼工具也可以修啦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才真的可以說它是輔助你的嘛 如果你不能修 而且隨時就跳出10秒鐘的廣告 那這樣當然這個眼鏡就不是幫你的 它是載制你的 所以重點不是AI本身 而是AI往哪個方向 是assisted的方向還是authoritarian 就是威權的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AI往哪個方向 這件事情其實不是一般人可以決定的 所以是誰決定的 是可以決定的啊 就是有點像說 我們在消費的時候可以選擇抵制嘛 也可以選擇這個偏好性的購買嘛 就是等於用錢投票嘛 就是只去買你覺得適合的服務或者是產品等等 對所以現在我們也慢慢會開始出現說 它比如說如果現在一家電商 它說你買了就放棄掉七天的憂鬱期 那第一個現在很多人會知道這樣寫沒有意義 你還是有七天的憂鬱期 然後違反消保法 對違反對違反消保法 那二方面是說如果它很大張旗鼓這樣違反 大家會告消保官嘛 會請這個整個包含民間的消息會啊等等 都會去抵制它 然後甚至裁罰啊等等 那現在是說我們在AI的運用上面 有沒有一種類似的它如果給不出交代 或者侵犯大家的隱私或之類 有沒有類似的這樣一種保護的機制存在 可以普遍到就像大家一想到這種消費的爭議 就想到消保官一樣 可以去想到說對於倫理的 對於隱私的 對於AI的Bias等等 那這個在國際上是有啊 有類似像Ombudsman 就是一種也是類似消保官啦 的這樣一種設計 那我們台灣也最近在討論 這件事情嘛 包含之前有討論到的這個 個資跟隱私的專責機關啊等等 大概都是環繞在這件事情上面去討論 OK 所以這是不是你以後 那個數位部會處理的事情 這個目前數位部 因為這個可能要問郭振偉 那他在籌備的時候 感覺上就是數位發展部 比較是踩油門 那剛剛講到這個 比較像踩剎車或踩離合器 所以是不是適合放同一個機關 我們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對但是都值得做 這一定是這樣的 那如果在可見的未... 不能說可見的未... 在最近的未來 比如說十年 十年之內 你覺得AI會造成最大不同的產業 會是在哪些行業裡面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們不會再覺得吃苦當吃補 整個吃苦耐勞的 這整套就是不合理的當磨練 的這種感覺 可能會變成是 只要人不想做 不適合人做的 過於這個繁瑣的 那就交給AI 很可能會回到以前那種 就是我們先去界定 工作裡面哪些是 帶給我們工作的滿足或愉悅 那些人才做 那其他就不要人來做 大概會回到這個情況 這樣看起來其實比較是 還是白頂的工作裡面 就這塊的進展會比較快 因為我們很難預期 比如說如果是建築工地 還是有吃苦要當吃苦的地方 不會啊 現在很多的工廠 其實就只剩下 調教機器人的監工 對比較有名的 就是特斯拉的那個組裝廠 對所以就是 非常多生產線上 吃苦當吃苦的部分 現在實際上是已經 工業用機器人已經取代了 但是它不是取代到 就是這份工作本身 它是把這份工作裡面 吃苦當吃不的部分 取代掉 所以我會覺得說 不管你說白領或者藍領 其實它是都是一樣的 就是當你在生產線上 組裝的時候 其實你跟別人沒有什麼互動 所以把人跟人連結的這個想法 比較不會在那個情況下出現 這個時候這個情況 可能就比較適合AI來做 對但是如果當你要面對 就是如果你是設計師 你要去理解這個用戶的需求 你要去重新想說 這個東西可以怎麼設計怎麼客製化 這個因為牽涉到人跟人之間的觀點的交融 所以這個就很難完全用AI來做 所以我剛剛講到說 工作會往人跟人的相處的這一部分移動 是這個意思 倒沒有特別去分白領或藍領 OK 所以對現在的比如說青少年來說 很可能他們未來真的到這場工作的時候 就是會跟現在不一樣 就是他們可能面對很多AI的就是 系統 盡量不要吃苦耐勞 因為機器跟你比機器一定比較能吃苦耐勞 所以意思是說如果他碰到需要吃苦耐勞的地方就不要去嗎 不是而是就學會寫一套程式 讓程式去做嘛 好 就是說那個工作還是在 只是說很多你不願意自己做的你可以交給機器做 OK好 我大概理解 因為我最早的時候我有個同學 他開始學寫程式是因為他想要 他很討厭對統一發票 對啊 對就是這個意思嘛 對對對 了解 對但如果你享受那個對統一發票的過程 那不管有多少程式你也不會讓給程式的 對對 所以重點還是是不是享受那個過程 樂趣 對樂趣 了解 在這邊其實我就想到一個就是 我覺得你就是Audrey的 你很喜歡動手去解決問題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概是跟很多人都不一樣 嗯 比如說我剛才講到說吃苦耐勞這件事情 然後你的直覺反應就說 那如果不想吃苦耐勞的話 你就寫一套程式去改變 但我覺得大部分人可能就會坐在那邊抱怨 嗯 嗯 對 其實喜歡動手的習慣也是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都是 對啦因為抱怨大概沒有用 如果抱怨就有用那大概抱怨也可以啦 但是對我來講很多東西如果不是自己親手做過的話 就算有抱怨也很難把它化成一個建設性的意見 就是說具體的可行的方案 那自己動手做過就算不成功 你也比較知道那個不成功的原因 以及那可行的成功的 但是你還沒有想到的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大概就可以把抱怨化成創作的力量 那如果講到寫程式這件事情 比如說像AI 如果未來要跟AI共識的話 就是那個程式的能力是需要很多很多嗎 因為我上次有看到一個機器學習工程師的一個技能術 我真的有嚇到 它根本上就可能有七八十個點 對啊對啊 所以真的是這麼豐富 還是說其實怎樣可以循序漸進 應該是說 最簡單的其實還是回到像 我都推薦大家用試算表 試算表其實裡面可以帶入非常多機器學習的成分 因為它有的是結構化資料的一個呈現方式 但是你每次只需要學一點點 所以學加總你就可以省很多力氣 那學到樞紐分析當然就可以省更多力氣 那等到你很習慣把事物拆解成 就是所謂的函數式程式設計 就是每一個在試算表裡面的公式 它的值都是由它帶來的函數的參數所決定 而不以別的東西為決定 那就很容易把一間大的東西拆成很多這個頁簽嘛 那每個又再拆成很多公式 所以就不會覺得說 欸這個一個非常大的 像你剛剛講七八十個不同的元素的這件事情 是多麼困難 因為你掌握一點點 其他可以是別人掌握 是整個團隊加在一起做到這件事情 但如果在腦裡面有一種大的東西可以拆小的 那碰到大的就會覺得 那我不知從何下手 會有一種就是有點不舒服的那種 好像我逃離了我的掌握的那個 這個好像無助感就會開始出現 但是如果有就是剛剛講函數式程式設計的訓練的話 那什麼東西都可以拆成 比較能掌握的一些小部分這樣 所以函數式程式設計可以在Excel 那個叫函數式程式設計 對 所以從這邊開始 其實現在目前網路的資源也可以提供很多 就是你可以理解更多 對 那從大的議題 就把大的議題拆成小的議題 這個也靠自學就可以做到 是啊 而且拆成小的議題 就不一定要你自己解決了 就可以很多人並行的去解決 所以如果說一般的就是青少年假設 就是你覺得它什麼樣的情境之下 比較可能用到就是Excel來練習到這些 比如說用Excel來解決什麼樣的問題的時候 會練習到這個從大菜到小 這樣子的 它對任何東西有興趣大概都會有幫助吧 對 不管是試算表 或像剛剛講到的善用網路上面的資源等等 我覺得還是要先加入那個學習的社群 那就是說生物學就會有計算生物學嘛 對不對 那經濟學有量化經濟學嘛 就是每一個學門大概都有一個量化或計算的一個次學門嘛 對 但是你還是要 對 那但是我剛剛講說打破學門的觀念就是因為 你如果會生物資訊學 其實裡面很多技巧拿來做自然源處理 其實也是很好用 對 所以就是說每一個學門可能本來它壁壘分明 嗯 但是它裡面運算或量化的那個部分 其實很容易共同 對 所以你不管從哪一個進來就跳跳大路通羅馬了 只要掌握到剛剛講到這個就是大的 菜成小的的這種概念 那這個之後你去學別的學門都會變得非常容易這樣 嗯嗯 所以這有點像你講的橫向聯繫 對 就是其實那個學門是在上面的 對 可是你自己的橫向聯繫你是可以跳躍式 沒錯 然後用自己的方式來理解 對對對 好 嗯 我其實這樣 這個section 其實就 嗯 有理解幾個訊息 第一就是你說的工作就是創作 然後你在工作跟休息中間其實 嗯 比較是喜歡用空間來區分 對 而不是用時間 對 還有就是 嗯 剛剛AI一起工作的時候 嗯 其實可以從 嗯 最基礎的 比如說 試算表開始練習 對 嗯 我們再回到前面的學門的學面 就是 從工作中 其實也可以看到 就是 如何可以打破學門的限制 嗯 然後用橫向聯繫的方式 來創造自己 就是 的一個 那叫什麼 生態圈嗎 對啊 技能數 技能數之類的 就是說每一個學門門打開之後 其實後面是相通的 對對對 這很有趣 嗯 好 嗯 我們編解還有個問題是 問到工作 事業 置業 還有夢想 嗯 之間的關係 對你來說是什麼 怎麼有什麼差別 哈哈 我其實剛剛有在想這個 沒什麼差別 沒有什麼差別 對啊 因為 對我來講就是每天做一點點 但是也沒有一定要做到什麼程度 我只要發表出來 總有 比我更在意的人 就繼續把它再去發展到更後面 嗯 所以因為不會有一種 好像非得在我 今天 一定要做到什麼程度的感覺 所以也不會去 特別區分說 哪些是我的事業 哪些是別人的志業 或夢想等等 就是以一天能夠做的量 那實際做到多少 反正只要發表出來 大概就 就是接下來就沒有我的事 這樣子 嗯 最近還說發表就是一個離手 就是可以離手 對對 那每天睡前 如果都養成這種發表的習慣 那其實那一天等於就 就過完了 對 睡前發表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會 盡可能去整理說 我有沒有哪些 工作到一半的 或者是之前 還沒有上稿的主資稿 還沒有轉成公開的YouTube影片等等 會稍微去看一下 對 那如果都沒有問題 打勾打勾 那就都發表出來 這樣 嗯嗯嗯 好我當然知道了 嗯 好今天就回到 好謝謝 下次見 感謝 感恩 unique 感恩感恩 感謝 谢谢大家